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是似乎大家一直都听到特征工程这个比较听起来比较高大上的这个词啊 也听说它非常的有用 所以会想学习一下到底特征工程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处理有什么样的作用 第二点是特征工程如果大家去网上搜的话 你会发现它相关的资料其实非常非常的少 然后咱们说说这两点啊 第一这个词之所以听起来非常高大上 是因为大家可能会对在很多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比赛啊 比如说呃天池的比赛 比如说开高的比赛里头 会听到有很多选手通过这个方法通过特征工程这个工作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它确实非常有用 它对于工程和项目结果好坏的一个影响呢 以及占这个实际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工作中的比重呢 我们一会会提到关于第二点啊 我们说这个特征工程这个东西 它的这个资料非常少 是因为因为它非常的贴近 实际的场景和实际的业务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我们很有可能 在某一个场景下 比如说 比如说啊 在推荐系统这个场景下 有用的这个特征 你给它换一个场景 你换成一个点击率预估的这个场景 它就不一定这么有用了 甚至可能完全起不到作用 这个特征很有可能 有可能在那个场景下 就是一个噪声 一个noise 然后 但我 但是这个东西嘛 大家总是想学的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呢 我们会给大家汇总一些常见的 特征的处理 和特征选择的一些方法 会给大家都把这些方法都罗列出来 这样的话 工具都给大家了嘛 工具给大家之后 那大家可以拿去自己试一试 具体 业务的 在贴近业务 贴近场景的这个特征 如何 特征工程如何去做 要靠大家拿着这些东西 这些工具 去自己去尝试 去体会 然后拿到 才会有更深的理解 和更好的一些收获 今天的内容 大致会分为这样几块啊 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目前的这个 特征工程的一个现状 和在工业界 它的一个地位吧 一个影响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会提到常用的 常见的这个数据 和特征处理 这样一些方式 在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 会讲到特征选择的几种方法 紧接着在这个之后呢 我们会提到一个特征工程的一个案例啊 会给大家讲一个一个简单的案例 去把我们之前的这些知识给串一串 然后让大家有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认识 在例子上 OK 我们接着往后讲啊 这个东西呢 特征工程这个东西啊 咱们说了不算 我们来看看 在奇迹学习和数据挖掘领域研究 和从业多年 这些大神啊 这些大神们是怎么看这个东西的 比如说这个 大家都很熟对吧 吴文达老师 他说呢 特征工程啊 去想特征这个东西 是一个非常费劲 非常耗时 同时呢 需要一些专家背景知识的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同时应用奇迹学习这个东西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在做 在具体的场景下 去做相应的特征工程的工作 然后再给它放到 我们常用的那些奇迹学习的算法里头 去训练 拿到可以用的这个模型 好 为什么 那文达老师 他是属于横跨这个理论界和工工业界的这样一个大神啊 那你看看他说的话 他说 特征工程是一些非常难的事情 对 非常耗时的事情 对 因为你如果真的在互联网公司工作 你会看到 你会发现 我们会有大量的时间会在 我们会做到一起去 我们可能会做到一起去 brainstorming去 头脑风暴 去开脑洞 想一些东西 可能哪些东西会对这个最后的这个预测有帮助 对这个结果有帮助 然后他所谓的这个专家领域的知识呢 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对场景的理解 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 这个东西我们我们很好理解啊 因为 比如说 航天航空领域 我们之所以在那个领域不如 造出来的特征 不如在那个领域长期工作的那些人造的那么好 原因是因为他们是那个领域的专家 他们对那个场景 对那个业务的理解是深的 好 我们看看啊 这个工业的同学说 实际上呢 那机器学习的成功 基本上靠的就是你 present data 就是对数据的表示 那对数据的表示是什么呀 就是特征 我们说特征其实就是对数据的一个表示 一种表示形式 因为特征是你从里头抽出来的一些信息嘛 我们想用这些信息去表征原始的数据的一个分布 好 然后 大神又说了 说这个机器学习的项目呢 成功与否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实际上就是你用的这个特征 你在当前这个场景下用的这个特征 这个同学呢 是kaggle比赛好几届的一个冠军 他说呢 他说我们这些参加kaggle比赛啊 像中国这些参加天池比赛的这些同学们 那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什么呢 基本上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其特征工程上 好 特征工程居然这么重要 我们来看看特征工程到底是什么 特征工程的主体是什么 是特征对吧 那特征是什么 它是从原始数据上抽取出来的对结果预测有用的信息 这个东西可以是什么呢 可以是一个连续的值 比如说一个人的年龄 对吧 那我说年龄21岁 年龄48岁 这是连续的值对不对 它表明一个年 一个人是年轻 还是说已经有一定的岁数了 也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文本类的东西 对吧 文本类的信息 比如说颜色 红色 对吧 蓝色 黄色 这都是有可能的 文本信息也可以 只要这个东西 它能够表征出来我们一部分的数据特性 能够对结果的预测是有用的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叫做特征 好 那特征工程是什么呢 它是我们使用专业的背景知识 看到了吗 专业的背景知识 这个话其实意思是什么呢 是指我们需要对场景有理解 什么叫做专家呀 专家是这块我熟 对吧 我们对我对这个场景 对这个业务熟 我们对这个东西 理解很透彻 然后我们通过一些技巧 待会我们会讲到有一些通用的一些特征 处理的一些技巧啊 去做这个事情 去处理数据 使得这个特征呢 能在我们积极学习的算法上发挥出更好的作用的过程 也就是说什么呢 积极学习这个算法是一个架子 但是特征这部分需要我们自己去做 我们去做出更好的特征 让这个积极学习的算法去学 从而达到更好的这个效果 这样一个过程 好 那我们来看看说一直说特征工程 有用 有用 那更好的特征 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更好的特征呢 最简单 最直观的作用就是 它只需要用非常简单的模型 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了 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我们做图像分类 就说我们ImageNet嘛 这是一个 ImageNet 这是一个图像识别的一个比赛 一个数据集啊 一个比赛 里面每这个比赛 每一年会有一千类 一千个不同的类 让大家去变分辨这个东西 我们不说一千类吧 我们现在说两个类 就是猫和狗 这两种动物 我们如果要通过图像去区分 这个图像里头内容到底是猫还是狗 现在最好的方法 当然是我们深度学习里头的 卷积神经网络 是吧 CNN 但这个模型非常非常的复杂 因为它是有很多层的 是很多层的处理 同时每一层里头 每一个神经元 你都可以看作 看作一个逻辑回归 从某种程度上啊 所以大家去想一下这个问题 它就会是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模型 复杂的模型意味着什么呢 我训练起来非常的困难 而且非常容易出错 所以呢 但是如果你有办法 把猫和狗这两种动物的图片 都表征成两个非常非常 长的相量 比如说0.3 0.4 不管啊 这些这是相量 表征成两个相量 而这个相量在空间中分布啊 假如我们现在简单一点 我们来看我们画一二维图 假设说你的猫都分布在这个位置 假设说你的猫都分布在这个位置 那这件事情非常好办 原因是什么 我们用最简单 最基础 不应该说最简单啊 我们就说最基础的机器学习算法 我们刚学过的逻辑思特回归 我们就能画一条直线 很好地把它区分开 而不需要用到层次这么深 这么复杂的卷积神经网络 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 另外一点是更好的特征 意味着非常强的灵活性 灵活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我用简单的模型吗 对吧 我现在因为用的是 因为我的特征比较好啊 我用的是简单的模型 我用的是罗基斯特回归啊 LR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 我要往里头加特征 这个太简单了 我只需要加一列就可以了 可以完成这个事情 但很可惜 如果你用的是卷积神经网络 这种非常复杂的模型的话 可能 比如说GBDT 那它架模型是一个 非常费劲的一个事情 同时呢 更好的特征 意味着更好的结果 这个就不用说了 因为 如果你的特征 直接能和 你产出的这个特征 直接能和你最后的这个结果 Y 之间有一个关联的话 那大家可以想想 那我凭借着这个更好的特征 我当然有 更好的效果去 表示我当前的这个 能够更好的去 分类 或者是去做回归 预测这个连续值 好 我们现在来说一说啊 说 在场听课的这些大部分的同学 以后呢 肯定会有很多去BAT 是吧 或者是更高大上的这些公司 去工作 互联网公司 可能做的是相关的 积极学习 或者数据挖掘相关的这些工作 大家想象中呢 会觉得自己 大家有时候会想象会觉得 哎呦 进了这样的公司 在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就觉得自己摇身一变 抬头立马变成了像吓死人的这个数据科学家 对吧 然后觉得自己每天都奋斗在人工智能第一线 做的最前眼的模型开发 对吧 比如说深度学习啊 N层的神经网络啊 等等等等 哎呀 很可惜啊 有时候理想是丰满的 但现实是骨感的 大部分时候 大部分的复杂模型的精进 算法精进 都是极少数的 极少数的数据科学家在做的 那我们这些 这些 数据挖掘工程师 高级数据挖掘工程师 高级推荐算法工程师 在做的是什么呢 呃 这个事情说起来呀 直到现在呀 直到现在 有时候 我都会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拉数仔 什么意思呢 呃 就是说我 我是一个一直跟数据打交道的人 而且有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处理数据 当然当然我不是一个人啊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 我我我也 我在前场 在前前场 包括现在 我经常 在这种时候 我经常会环顾一下四周 看看这些同事 这些 这些 高级算法专家 这些高级数据挖掘工程师 会发现他们有时候做的事情 也也都是这样一些事情 一些很基础的事情 那这些工作 每天的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我们会跑数据 但我们的数据呢 不会存在一台服务器上 一般是这样的啊 因为互联网的数据量非常非常大 所以呢 我们会存在hadoop集群上 这个东西叫hdfs 或者简单一点 我们会存在害物表里 这都是非常海量的啊 到这个tb呃pb数量级的这个数据 这些数据 我们会存在这些地方 然后我们要怎么办呢 要自己去写map reduce的job 啊map reduce的任务 是吧 这个 然后去自己写害物的sql 去聚合这些数据 也就是说我们干的活 基本上是 我们要干一部分活 是在数据仓库里头 打砸搬砖 没办法 这个数据 我们在我们的模型 是需要和数据打交道的 而数据是需要我们自己 自有 有一大部分是需要我们自己做的 而且这个事情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啊 如果你要真让别人做 你还不放心呢 真是这样的 好 然后我们还会做什么呢 我数据清洗 数据清洗 数据清洗 这是真的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数据 并不那么干净 举个例子 说你在电商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的数据 是刷 是商家刷单刷出来的 因为我为了挤到前面嘛 我会自己想办法去刷各种各样的单 那这部分数据会严重影响我们模型的判断力 如果灌给数据 灌给模型的话 所以我们需要对数据做清洗 至于具体清洗的过程呢 我们一会会提到 然后我们做 我们说第三个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会 会去分析业务 在业务的基础上 比如说推荐的业务 比如说点击利益雇的业务 比如说文本搜索的业务 文本剧烈的业务 比如说文本分类的业务 我们会在对应这个业务上 我们会开脑洞去想特征 会想我们能采集什么样的一些数据 或者特征会对最后的结果有用 我们会不断的去 会和其他同事去交流 去讨论这个事情啊 然后我们在这个技术上 才是把它应用在 抽出特征之后 才是用在具体的机器学习算法上 你以为算法做完了就完了吗 不是的 我们会 算法嘛 你的算法总是做不到 100%的准确率 做不到1.0的AUC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去找出那些我们误判 误判的那样一些case bad case 坏的例子 我们拿出来 我们看一看到底是我们现在这样的特征 到底为什么把它分错了 举个例子说 我们上一节课讲罗基斯特回归对吧 那么c他0x0c他1x1啊 这串东西 这个x0是1啊 加上c他xn 最后会放到一个c sigmoid函数里面 对吧 我们说我们会具体去看 因为每一个特征 他都会拿到一个权重 所以有一些权重大 有一些权重小 我们会去看 现在这个判断 现在这个特征 拿到权重高的这个特征 为什么把我们的 结果误判了 判错了 那是不是这个特征 不够好啊 是不是这个特征 有点太 造得太过了 不太合适啊 所以我会再去做相应的调整 再特征的层面 再去做相应的调整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说说 特征工程这个东西 对工业界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呢 我们举个例子啊 举两个例子 实际的例子 某搜索引擎厂 我们也不说某搜索引擎厂嘛 就是最近很火的那个 对吧 它的广告部门 广告部门呢 是靠点击收费的 也就是说 它的广告展出了之后 搜索你的搜索结构里头 广告展出了之后 你每点一次 它都会有一部分的收入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呢 它有一个东西叫CTR 点击月 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把这个东西做高了 意味着你展出的结果 很容易被点 你会有很多的钱 我们就是在优化这个东西 好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说这样一个部门呢 我们的高级算法工程师 高级数据挖掘工程师 每两周内 大概两周半个月 可以完成一次 贴质特征的迭代 这个地方 所谓的特征的迭代呢 其实啊 听说的有点高大上啊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我们加了一个特征 加了一个有用的特征 这个特征呢 是可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自己造出来的 然后它能够起到作用什么呢 大概能够提高AOC的值 能够提高百分之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五 AOC是什么呢 AOC是一个评判的标准 这个值越大 表明我们这个CTR预估 这个点击率预估做得越好 然后我们这个AOC是一个和准确率和召回率都有关系的啊 共同有关系的一个一个评判标准 它比单纯的用准确率在这个场景下要更合适 但是如果我们去做模型上的优化的话 我们做一个模型上的小优化的话 可能需要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为什么呢 有些同学说为什么 那模型的话 我调我去做一次模型的融合模型的迭代 我不就上线了吗 为什么要花一个月左右 大家要知道啊 我们换一个模型 或者做一个新的模型去做融合的话 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说代价非常大呢 因为我们原来那个模型是能满足 比如说像淘宝这样的情形下 其实用户对速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我搜一个牛仔裤三个四输进去 对吧 我希望很快的能看到你展示给我的结果 而不是让我等五秒或者六秒 但是你换一个模型 换一个你多加一个模型去做融合 你就会有这个风险 或者你用一个比较复杂的模型 你就会有这个风险 时间上的风险 因为所有的线上的业务都是希望是实时的 希望速度快 但你如果去做模型的迭代 那你就要去做性能的测试 做各种各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会拖慢它上线的一个进度 而在这种情况下呢 有效的情况下 IOC提升也就只有千分之五左右 有这个值并不是太大啊 我们我们想想我们两周内可以完成一次也有可能到千分之五特征的迭代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电商啊 比如说淘宝 他一个很重要的业务是他推荐嘛 因为你把合适的东西推给人家 人家是买了嘛 和钱有关系 而推荐大赛第一名的组呢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并没有用是特别高大上的模型 他们只是 对给出来的数据挖的特别特别深 所以他们找到了一些贴近业务的高效的特征 这个地方贴近业务怎么理解呢 我们举个例子 他们把一个东西做成个性化的了 他们把这拨用户分了分 有一些用户呢 就是喜欢在晚上上网 有些就喜欢在早上上网 有一些用户呢 他的购物车 里面的东西的转化率非常高 意思是什么呢 我加了车以后 我基本上是这个购物车里头东西都会买的 有一些人呢 这个上面低 那我对转化率高的这部分人 我就 直接把他购物车的东西都推给他 或者是购物车相关的一些相似的一些东西 我都推给他 那他就很有可能会买 对吧 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 所以他们贴近业务的产出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特征 包括这个地方的购物车的转化率啊 这个东西是一个连续值的特征 我们一会会提到 就凭着这个东西 他们用了一个简单的模型 比淘宝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工程师小组 做推荐的准确率 居然提升了百分之十六 大家知道百分之十六 这样一个提升 对于淘宝这样的大公司而言 那简直是钱上涨幅非常非常大 所以即使那一年的奖金是一百万 对吧 但这一百万 对他们而言也就是毛毛雨 洒洒水嘛 对吧 你给了我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法 去让我更更更了解我的用户 能让我的用户体验更好的 同时让我赚更多的钱呢 和乐而不为呢 OK 然后我们来 现在我们正式的 讲讲我们这个数据和特征处理啊 这块也就是特征工程这块的内容 大家大家以为 所有的数据都像天池比赛 像开构比赛一样 已经准备好给你了吗 准备好的提供给你的吗 并不是的 其实我我像我这样 像我们这样号称是做数据挖掘去建模的人 我们的数据也有很多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做的 这个地方说数据需要我们自己去做呢 并不是指的说 我们需要自己去采集那些数据 而是指说我们要自己去分析这个场景 去想想哪些数据可能对最后的结果有帮助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需求提给对应的数据采集的这些同学去做这个事情 举个例子说啊 你可能会想到说用户 这个叫上下文的信息啊 叫context 你可能会想到一个用户在一个页面 在阅读我们现在说像今日头条这样的新闻阅读端啊 在一个页面的停留时间 因为这种端他没有喜欢或者不喜欢对吧 他只有点击和没点击以及这篇文章我读了或者没图没读这个差别 所以他在页面的停留时间 你觉得这个东西表能够表征他对这个东西的对现在当前这篇阅读文章的一个关注度或者喜欢度 那你就会 你就应该把想到这个东西 然后你把它提给数据采集这些同学 他们会去做一个工作叫买点 买点这个工作是干嘛呢 就是你的你的app端 他会去记录你每一次打开这个app进入这篇文章的一个时间 他在iOS或者安卓端需要去记这样一个时间 然后你你推出这篇文章的一个时间对吧 一个time1time2 然后他需要去做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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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法 然后去拿到这部分时间 然后第二个问题啊 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要去想什么样的结果数据对最后的结果预测有帮助 第二个问题是数据这个数据我们能采集到吗 这个包含两部分的信息啊 第一部分信息是这个数据我们是不是能真实的采集到 举个例子说 淘宝 京东 他们都很希望有用户的年龄 这个数据 为什么 因为不同年龄段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购物需求嘛 但年龄这个数据你是拿不到的呀 那你就得想办法呀 最粗暴的方式是什么 我发一个调查问卷嘛 然后最后会给你一些给你一些这个代金券之类的奖励嘛 填完之后 但这个会有一个弊端呢 就是 要么用户我不稀罕你给我的那两块钱三块钱的这个代金券 我根本就不做这个事情 要不然的话就是 那我为了这两三块钱代金券 我可以瞎填呢 无所谓啊 所以你数据的准确度不够 那这就意味着这个方法不合适对吧 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些方法可以处理啊 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这个金东 像金东他会有些自己的一些支付的方式 那他其实和银行会有些关系 所以能拿到你的这个身份证号 所以是部分部分用户啊 部分用户 身份证号 那如果能拿到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是可以判定你的年龄的啊 但我们就是说 不是所有的用户 你都能采集到这个维度的信息 对吧 第二个是什么意思呢 是 第二重意思是什么呢 是这个数据 也许是你在你的训练节 或者是历史数据里头 你在你的chain或者 chain data 或者是这个历史的数据 你可以拿到的数据 能够拿得到 但是呢 你在你的 你真正要做预测的时候 你是拿不到的 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现在要做点击率预估 大家想想啊 做CTR预估 那你拿到的是一条一条的样本 对吧 你的数据 你知道这个样本是在当前这个请求 这个query 下第几位 他在站在第一位 站在第二位 站在第三位 这样一个位次信息呢 我们在我们的训练机里头 是可以拿到的 对吧 它是一个特征 但是你会发现你在做预测的时候 其实随便给你一个样本 你并不知道它是在第几位的 所以这样一个特征 我们没有办法用 很抱歉 没有办法用 所以我们 我们干脆就不要去采集这些无用的这些特征 第三点是 我们需要考虑的东西是 你得知道你线上实时计算的时候 获取是否快捷 原因是什么呀 现在的业务啊 包括淘宝啊 包括这些互联各大互联网公司这些这些外卖啊等等 用户是很没有耐心的 所以呢 你要把你的机器学习的模型用起来没没有关系 你可以去用 但是呢 你得保证你不影响我用户的体验对吧 我我现在我搜一个我想吃一个汉堡 我搜了以后你五秒钟才给我结果 我那你如果百度五秒钟才给我结果的话 那我就是换美团了对吧 所以有一些特征 它也许很有用 也许你觉得它是有用的 但是比如说一些统计的特征啊 最明显是一些统计的特征 你觉得它有用 但是呢 它不好做 也许它是要最大量的之前的一些历史的数据去做一个统计 那这样的非常耗时的这个特征呢 那你就慎重了 你要考虑一下我到底要不要用 因为你要用的话 你要用的话很有可能就慢了 对吧 好 我们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现在要预测用户对商品的一个下单的一个情况 或者是我们要给用户做商品推荐 因为都是钱嘛 对吧 我们需要采集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们会有 我们至少能这样考虑 我们能从三个维度 三个角度去考虑这个东西 一个是店家的 一个是商品的 一个是用户的维度 比如说店家的话啊 比如说店家可能会有什么呢 可能会有这个店的一个评分 对吧 整个店的一个评分 但是这个评分打几颗星啊 这个数据不一定很准 大家想一想也知道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就是随便点几下就输进去了 但而且我们我们实际做我应用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有一位用户的评论数据 居然和他的打心是不不吻合的 所以这个我们会作为一个参考 但是我们会我们也会对评论数据做一些文本的挖掘 然后去拿出来一些特征啊 比如说评分特征 店家比如说店家的一个发货的速度 对吧 等等等等发货速度 包括这个店家的一个 有多少商品 这个店家什么时候开始开的 对吧 这个服务态度好不好 等等等等 可以拿到各种各样各个维度的信息 那商品维度的信息就更多了 对吧 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个商品的话 首先你跟店家一样 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评分的数据 对吧 有多少人买啊 有多少人点了 有多少人加车了 以及这个商品嘛 他会有一些自己固有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衣服 肯定会有颜色啊 对吧 会有材质 对吧 会有这个 呃 衣服领子的形状 等等等等 这样一些东西 这些都是特征 我们从这个维度 从商品维度 拿到的特征 好 还会有一些用户维度的一些 一些 一些特征 比如说啊 比如说历史性的一些特征 用户以前购买的商品 最高价 最低价 他喜欢什么样的材质 做一个统计嘛 这个用户 消费能力怎么样 对吧 等等等等 然后还会有一些啊 比如说商下文的信息 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 他点了这个页面 他看了多久 对吧 他点了这个商品 他看他商品的详细 详细介绍 他看了多久 等等等等 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三个维度 去考虑 去拿回一些特征 各自拿回他们对应他们维度的一些特征 然后把它租起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样的话 所以我我们说你们的工作 大家的工作 实际上数据外界工程师的工作 你需要去想哪些数据可能有用 但是会有其他同学买点和数据打标的同学会帮你去做这个工作 数据仓库同学会帮你去负责数据的一些存储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带他在一起开开脑洞 想一想 如果我们现在要用机器学习算法去做一个模型 去预测同学们听这个七月七月学习的课 是有多有兴趣 那大家会采集一些什么样的数据呢 OK 大家可能会采集 比如说是哪个老师讲 是韩老师讲 是吧 可能你就不太不太爱听 可能是龙老师或者是陈博士讲 对吧 大家可能就觉得特别赞 也有可能是这个老师的这个声音不够好听 对吧 也有可能是这个老师的这个讲课的节奏不太好 这节这是从老师的角度之后可以考虑这个 对吧 我们再从课程的内容的角度还可以考虑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个课这一节课的内容太难了 那可能很多同学就听不下去 比如说这个课程的内容 呃太 理论化 和那也差不多啊 比如说他特别的量特别的大 对吧 那可能都会有有这个影响 另外一个维度是什么呀 是同学们的维度对吧 刚才我们说了同学们的维度可能会也也会有很多维度啊 就是说同学家的网好不好对吧 你看那卡你就看不下去了 比如说同学的这个基础怎么样 对吧 你基础好很有可能就 你你就觉得一个 自己掌握度比较高 愿意听得下去 对吧 等等等等 我们就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维度老师的维度 课程的维度同学的维度等等维度去 去做思维的发散 去想我应该采集什么样的一些数据 好 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知道要采集什么样的数据以后 下一步是什么呀 你要按照一个格式去存储吧 所以需要你去确定这个存储格式 你想想你的数据啊 大到这个TB PB这种量级的数据 你肯定得去想 我应该按照什么方式 是什么逻辑去存呢 比如说你可以按照时间的维度 对吧 一天一个分区在HDFS上啊 这个是我们基础的分布式的一个存储 我们可能会在这个上面按时间去存储 也有可能会按照用户去优色去存储等等等等 然后时间你可以也不同的格式 你可以用年月日的格式 你也可以用时间戳啊 你也可以用第几天呢 然后你是对每个用户 每个动作做一次记录呢 还是说对一个用户一段时间的点击 或者是购买的行为 做一做一次的统计 然后记录下来呢等等等等 然后我们要说工业界的话 很少你会在单机上去完成一个事情啊 大部分情况我们需要关联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还有表这个东西和大家所熟知的 my circle或者sircle server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他是在集群上去做这个事情的 在大量的数据上去去做 比你单机的数据 库存的数据要大很多 或者是在HDFS上 现在就是一堆的文件 你要自己去写Map Reduce 做这个事情啊 好 我们说我们是不是数据的按照一定的格式 存储好了之后呢 就万事大吉了 并不是 我们在工业界经常还要做一个事情叫什么呀 叫数据清洗 清洗 大家中文大家都知道对吧 就是脏衣服脏了 洗干净嘛 对吧 数据也一样 我们也会有一些数据 是不好的 叫脏数据 如果我们不做这个清洗会怎么样呢 有句话叫garbage in garbage out 意思是什么呢 是说我们算法大多数时候就是一个加工机器 至于说你最后的产品啊 这个产品 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 效果怎么样 其实取决于你原料的好坏 你这个模型的好坏 其实取决于你 你的上限就取决于你给我的data怎么样 如果你给我的训练样本里面去分类分性别 男生还是女生 你给我的样本里头有999个男生 只有一个女生 那这样的一个数据 而且如果没有表征性的特征 你就会发现这个数据基本上没法用 你采集了这个数据 你都采集好了 你格式也都存储好了 但你拿给我的模型学 我什么也学不着 我需要对数据 我需要确保我拿进来的数据是合适的 是清洗过后的干净数据 才可以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电商 电商会有些人去刷单 那刷单这个东西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的 因为我们模型里头会用到刷单 他们刷出来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这个购买的量 对吧 这个点击 点击没有 就是一般是购买的量 对吧 这个下单的次数 这个有好评和坏评的情况怎么样 这部分东西的话都是可以伪造的 那如果他们去刷单的话 这部分数据就是脏数据 对我们模型就会有影响的 实际上的这个过程会花掉一大部分的时间 而且它会使得你对于业务的 但是它会使得你对业务的理解更加的透彻 原因是什么呀 你会你得去了解每个字段 你得去看用户购买的时候的价格最大 最小是什么 是吧 然后他们的一个平均的状况是什么 然后一个商店你得去看 他一个店铺 他一天内大概是什么样一个销量 他如果一这一天卖出去十万件东西 多半是有可能这个数据是有问题的 对吧 所以数据清洗 他想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去掉脏数据 脏数据脏数据 对吧 好 我们来看看什么叫脏数据啊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怎么去判定脏数据呢 最简单的形式 我们上一节课说了一个例子 说根据这个要判定一个用户的一个体重 对吧 是多少那个一个学生的体重是多少 那你想想这个数据里头 我们当时说了可以通过身高和体高来判断 那你通过身高的话 如果我现在数据里头有一个样本 这个人的身高是三米加 想一想 三米加 这显然就有问题对吧 哪会有这么高的人 所以这个数据样本我们是不能用的 如果一个人在一个月内买脸盆买敦布花了十万 我觉得这条数据也是不可信的 呃 我们实际场景中我倒没有见过这个 但我见过花五六万去买发卡这样东西的人 在电商数据里头 我真的是见过的 那像这个的话多半也是有问题的 这个数据我们没有办法去用 那除掉这种简单的我们可判断的脏数据 还有什么样一些脏数据呢 我们可以通过组合或者统计的一些数据来判定 举个例子来说啊 如果你要判定一个人是否会买篮球鞋 但是你的数据样本中 你做了一个统计 你的数据样本中女性用户有85% 这个时候你还敢用这份数据吗 按照我们常规的想象 买篮球鞋的都是什么用户啊 大部分大部分是大老爷们们 男性用户吗 对吧 如果你这份数据记者反倒女性占了85%90% 那我显然是没有办法用的 这个数据是有问题的 肯定有大量的脏数据在 没有办法用 如果一个新闻阅读的客户端 比如说像今日头条 它里面呢 注册的时候 有一个用户 有一个VIP用户 声称自己是成年 长居美国的 但它的IP地址却一直是大陆 那这样的话 这个我们要慎重 当然你不能排除说人家有钱 是吧 每一个星期我都飞回来一次 对吧 或者是我为了看优酷土豆的视频 我买了一个国内的VIP 大陆的VIP 对吧 因为国外的网 它是看不了这些视频网站的 不能免费的看 所以那这个东西的话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导致我们觉得这条数据 它不太可信 我不太敢用它 对吧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还会做一个事情啊 我们会补齐对应的一些缺省值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维度的数据都能拿到完整的值 举个例子说 有一些我们刚才说的年龄 那个那个事情 对吧 因为你电商在采集年龄的时候 有一些用户 你是采集的到的 有些你是采集不到的 那采确认值特别多的这个字段 怎么办呢 我们考虑不用它 然后有一些样本 不可信的样本 我们是不难用 我们对有一些信息是可以补齐的 举个例子来说 你现在有一份数据里头 有一个字段叫 Country 国家 有另外一个字段叫Country Code 国家编号 这两个东西 它是一个依应设的关系 如果Country是全的 但Country Code它不全 我们可以想办法 根据原来最应的这个词典 去把它补上 这个是可以做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说这个 如果我们现在数据也拿到了 脏数据我也洗掉了 那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呢 要对数据做采样 这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说数据采样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情况下 大部分情况下政府 我们的政府要做分类的话 我们政府样本是不均衡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 政府用量的不均衡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电商 电商有一个业务非常重要的业务 叫CTR 我们刚才说过了 点击的预估 它是看商品有没有被点过 我们要尽量把用户可能会点的东西放到前面 那它真的样本是点击或者购买过的这些商品 它的副样本是没有行为的这些商品 那大家想一想 你肯定是展示的商品多 但点击的商品非常非常的少嘛 对吧 肯定是这样一个样子嘛 那我们再想想另外一个场景啊 一个疾病患患疾病的这样一个分类的一个场景 我们有患者和健康人两类人对吧 那对于患者而言 它的量有一些病嘛 是非常非常罕见的病 所以它量一定是很少的嘛 可能是0.0001% 对吧 那你这个时候 你要直接把它丢到分类器里头 你要是以准确率做一个评判标准的 我就把所有的人都评判成不会得这个病 这准确率不就已经很高了吗 对吧 而所以 很多时候我们正负样本已经是不均衡的 那不均衡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大多数的模型对正负样本都是敏感的 比如说我们上节课提到罗基斯特回归 为什么这样说呢 比如说样本啊 样本如果 罗基斯特回归 如果你的样本里头有999个都是正常人 有一个是患者 你去做一个分类 你用准确率去做评判标准 它很有可能 它就把所有的都判定成健康人了 刚才我们说的 有一些模型啊 比如说 不去一杯子的 就是决策数相关的那些会相对好一点 但是我们依旧会希望大家去调整一下 这种样本的一个不平衡的这个问题 然后说到这个采样的话 我们得介绍一下 有两个采样形式一个叫随机采样一个叫分层采样 它们会有一些差别啊 随机采样的 随机采样就是你现在有200个样本 如果我要抽1% 我就从里头随近随便拿10个 但这个可能是会有问题的 为什么呀 因为你采你采集的样本很有可能是有倾向性的 并不能表征所有样本的一个分布状况 举个例子来说你今天采的你很不信你随机采样采到的全都是年龄小于25岁的 这些用户的样本 那你那你就覆盖不到年龄比较大的那部分人的购物的一个情况 对吧 那所以我们会提上大家有要注意有时候偶尔我们要我们得考虑能不能用分层抽样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对于不同年龄段我会抽不同的数量出来 对吧 好 我们说一说正负样本不平衡的处理办法 不平衡处理办法 当然我们刚刚刚刚才讲了采样 肯定现在要用采样对吧 如果正样本远大于负样本 远大于负样本 而且量都特别大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天猫淘宝 京东 他们的一个点击率预估的情况 那被这个时候因为他流量大吗 所以大家点击的量其实也非常的大 我们会做一个事情叫做下采样 下采样是什么呢 就是你现在有五亿的正样本 对吧 你有这个2000万负样本 那我就会对这五亿的正样本去做一个采样 我从里头抽出来 比如说这个时候应该是 其实大家抽比如说 二十分之一 二十五分之一 对吧 可能就可以达到一比一的一个结果 所以就叫下采样 如果正样本比负样本量大非常多 同时量负样本的量不大 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非常建议大家去采集更多的数据 取个例子说如果在电商的话 我们可以把采集数据的时间窗口拉长一点 就是你原本只采一天的时间 这数据我们现在可以 我可以让他采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 对吧 我们积累更多数据再来做这个事情 时间窗口调整 对吧 如果这个你现在很着急 你希望先有个模型出来怎么办呢 那你可以试试去做上采样了 比如说图像识别当中的镜像或者是旋转 它并不会改变图像的内容 对不对 但能给你造出来一些样本 然后我们上期可以说了 可以修改一下损失函数 这个是你可以在负样本前面给一个权重 比如说负样本量特别少的话 给一个权重 去让他学习的时候 尽量的去照顾这个负样本 对吧 好 我们说我们下面我们就开始正式的说 我们数据与特征处理的这个方式啊 我们说我们把数据数据特征工程的数据 分为下面几种类型数值型 类别型时间型文本型统计型和组合特征 好我们分别来看一看 数值型特征什么叫数值型特征 比如说年龄 我们刚才说到的 年龄21岁 是吧 年龄这个35岁等等 这个就是一个数值吗 比如说商店的销量 对吧 这个销量可能是 1万一个月销了1000件 对吧 等等等等 这个就是一个数值吗 那我们需要对他做一些 可以做什么样的特征工程的处理呢 这个幅度的调整和规划呢 我们一会儿 我们一会儿再说 他是我们再把数据灌到这个模型之前要做的步骤啊 这个应该放在最后面 我们会先做一些统计时 比如用户的消费能力 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呢 他有那么多的购买记录 对吗 我们对一个user 去看他买的最贵的商品是多少钱 买的最便宜的商品是多少钱 平均的商品是多少钱 以及他的波动的情况 他的一个方差 波动的情况 因为有一些消费者很奇特啊 真的有这样一些消费者 非常奇特 他买东西呢 就就只认准一个价格段 只在这个价格段里面买 真的有 好 这些统计纸 但这些统计纸非常有用 我们后面会说到 会有例子会提到啊 第二个叫做离散化 离散化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操作 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说 第三个是哈希芬桶 第四个是我们会统计 每个类别底下的一个变量的统计纸 比如 最 最管用的一个统计纸 比如说分布的状况 histogram 你也可以试试把数值先转成类别型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先过啊 因为是幅度调整 这个我们python里头会有一些 一些这个处理的函数 可以去把所有样本的幅度调整到一个范围内 或者是做一个规划 然后我们来看看统计值 所谓的统计值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嘛 最大值最小值 这个方差 对吧 平均值等等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产出了一百个五百五百个数的一个项链 对吧 然后我们去对这个项链求一下他的找一下这个项链里面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方差 这个用我们的 series 就是pandas pandas是一个python也有一个处理数据的一个包非常有用的一个包 我们把这个东西调用他的一个把它叙利序列化以后 我们调用他的一个函数叫describe 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现在这份数据的一个信息 比如说他高出我们现在最大值是3 点多 最小值是负的3点多 最小值是负的3点多 均值是1.06 呃 呃 错了 方差是1.06 均值是负的0.039 等等等等 这里有个东西叫percentile 什么意思 分位数 什么叫分位数啊 这有500个数对吗 我把这500数从小 到大 做一个排列 啊 刚才说了3点多啊 最小值 最大值 3点多 最小值是负的3点多啊 我把它从小到大做一个排列 从里头取 倒数最小的 5% 这个位置 我们把它叫5%的分位数 我们给它取最小的25%的数 这个断点 这个数的断点 分界线的这个点 我们把它叫做25%的分位数 这位分位数非常有用 因为它能判定 你在全体样本当中的一个位置 举个例子说 如果你在价格里头用这个东西的话 你就知道用户的一个消费能力 在全体的消费群众当中 大概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 我们介绍第二个东西 叫离散化 这个操作 操作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是能把连续值 带入非线性 能给连续值赋予非线性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操作 离散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价格 对吧 我们电商 我们每个商品都会有一个价格 有个price 那这个价格呢 它是一个连续值 对吧 它可能有0.3毛钱的一个爱奇艺的账号 也可能会有一个40万的一个车在电商 那我现在要做离散化 实际上是什么呢 我把这些价格 它总共是一个跨度很大 从0.3元到40万 我把它分成了一个一个的段 假如说我给它分成100个段 那你知道我们离散化之后得到的东西叫 就是一个100为的项链 这个项链呢 只有当你的价格落在的那个区段 我们会去举个例子来说 这个地方是0.3到0.5 0.5到1块钱 1块钱到1块5 如果你现在买了一个 1块2的一个账号 游戏账号 那你 1 2 3 第三个位置我会去1 其他的位置都去0 表明我的价格落在这个区段 落在这个区段 这就是离散化 就是那 那为什么我们把它叫离散化呢 大家仔细想一想啊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1块3毛钱的一个账号 你会发现你得到的这个项链 还是这个东西 这个离散化的意思就是 原来是一个连续值 现在呢 我们把它离散了 离散之后就是跟着一段一段了 只要落在这一段里头 就只有这个位置去到1 其他的都是0 而在这个区段里头 1块1 还是1块2 还是1块3 还是1块4 我不在乎 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个价格段的 我都给这个位置给1 这个就是离散化 那离散化呢 会有一个 我们先用囊牌生成了20个数啊 我们会有一个工具叫cut cut可以得到什么呢 它可以得到这些价格段 它可以帮助你得到这些价格段 比如说我现在产生产出了20个数 对吧 我对这20个数用一下cut 你会发现我拿到了一些段 一些数值段 然后落到这个数值段里面的 我们就把它设为1 没有落在里面的 设为0 表明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把刚才一个连续的价格 变成了这样一个稀疏的离散化后的向量 这样一个向量 然后离散化就是刚才我们大家在后面 刚才有些同学提到了 在后面这些PPT可以看到的 实际上它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把我把这个东西分成分分成了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一个的定一个一个的分桶分完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呃在零这个地方零到这个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啊 这个地方是很坐标是一个风速 然后纵坐标是这个时长就是大概有有多少个小时是这个这样一个风速 然后零到零到就是基本没有风的状况 零到一米 每秒的话这个状况可能有有500多个小时 对他们统计出来的 大概是这样一个统计值 然后大家如果对风速这个东西去做一个编码的话 你落在这样一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的这个 如果你的风速是0.5米每秒 那你拿到的一个像你拿到的一个向量实际上就是1 后面的全是0 后面这个区段全都是0 如果你现在拿到的是第二个位置 那他就是0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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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里用到的用到的是pandas 大家 sorry 这个地方被我被我 把它看不清了 这个地方产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产出20个随机数 然后我们用的这个模块 用的这个 这个库 叫做pandas 它是在python里头用来做数据分析 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库 然后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这个地方有个函数叫cut 一般我们会importpandas 然后把它寄作pd 所以pd.cut 我们直接把这个error 把刚才生成的这20个数 去结成了4个 把它分到了4个段里头 对吧 做一个理散化 那你就会 你就可以拿到这4个段 4个段 刚 这可能挡住了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这个我们的gbt 就是这个段这个段这个段 这个段这4个段 然后你可以把这些数字映射到这个段 你就可以拿得到对应的这个一个一个项量 对 qcut是按分位数据做切分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和刚才一样 只不过我们先cut 你看啊 现在这这部分数据 wsdata这部分数据是我们一个 我们风速的这样一个一个数据 然后这个数据呢 我们对他做了一个cut这个操作 做了把它切开了 现在给了一个range 然后去分成了很多很多个bin 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啊 0到1 1到2 2到3 等等等等 一直到这个25米 25米每秒 对 然后对每个段里头统计了一下次数 count了一下 我们来回答一下问题啊 同学们提的问题 有个同学说 有我有个数据集 一个围上好多都是0 超过70% 其他30%的最高值在80左右 我该怎么弄 你是说如果要做离散化的话 该怎么弄啊 那那你这个维度很有可能 你这个维 那在你这个维度上的话 因为你说了有有超过70%的数都是0 对吧 其他的30%最高值在80左右 说明其他的这些数是有一个range的 有一个有一个假如说是0到80的这样一个 一个分布嘛 对吧 0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处理呢 你会发现0这个你那你会 你应该去观察一下 这个维度是0的这些数据 有没有什么样的共性 你可能要从其他的维度去看看这个事情 然后在当前的这份数据上 如果你一定要做处理的话 我们会怎么去做呢 其实还是直接做的离散化 你会把这个东西当 把0这个当做一个段 就比如说0到0.0001吧 是一个段 然后后面呢 你再给他切一些段 当然你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1 后面全是0的这个相量 对不对 特征相量 但这个这个没有关系 他只是这一个维度嘛 对吧 这一个维度上的特征 feature你处理完是这个样子的嘛 其他的维度的特征 可以帮助你去做这个事情吗 我们不不只是依靠这一个维度来做 做判定的嘛 我们不是我们不只是通过这一个维度来做 做判定的嘛 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其他的维度特征来做判定嘛 所以没关系 你虽然你在这个上面的分布是不均衡的 而且你没有办法按照频度去切了 但你可以你也可以去做这样一个一个编码 没有关系啊 然后我们来看看 同学问到的说理散理散化是不是会带来非线性 这个问题我在上节课的时候简单跟大家说了一下 是的 原因是因为比如你你在在汶川大致震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去救人我们会优先救小孩和老人对吧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如果你如果直接用连续的用连续指的话 c他乘以x这个是年龄的话 那他只能是正相关或者负相关 你只能优先去救小孩或者优先去救老人 因为得分最后是由这个东西得到的嘛 对吧 如果你取缔那个c他之后肯定是这样的 但是你做了理散化以后就不一样了 你的年龄可能零到十岁是一段 可能后面会有这个年龄是 55到80也许是一段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两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会把它编码成一个项量对吧 那小孩的项量很有可能是一 后面全是零对吧 那老人的项量可能是零 零零零零最后是一对吧 是这样的话 那你会发现你你在这个维度上拿到了权重 你最后θ在这个维度上也拿到了权重 那就说明他会优先的照顾他和他 那如果是其他位置是一呢 那说明年龄不是在零到十岁和55岁到80岁之间的那些年轻人 那这个时候他就 我可能不会照顾他了 也许他会拿到一个负权重 就是和他是负相关的 如果是年轻人 我现在就不优先去救他 对吧 带来非线性的话 就是可以去做一些非线性的切分 因为很多的数据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用线性的方式去做切分的 这个是我们说如果是连续值的话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柱状的统计 其实是刚才这个例子相关的了 你可以去做一个柱状的统计 统计在比如说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int型的一个整形的 有50个数 0到7之间的50个数 我们产出了这样的数 然后你可以去做一个统计 0到7之间 它分别有多少个 然后这个时候呢 每你可以把0编码成 总共有50个数吗 对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算出来的0是11个 那你就可以把0 这个值可以编码成一个它左占的比例 对不对 OK连续值这块呢 基本上我们做的最重要的操作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离散化这个操作 然后树状分布呢 这是我们有时候会的状况 去替代原来的这个值 去做一个 做一个新的一个特征 说完说完我们刚才连续值啊 那第二类是类别型 类别型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颜色红色绿色蓝色等等 这些颜色大家知道模型啊 大部分我们现在的大部分的机器学习的模型 你输给他的东西 大部分的模型 输给他的东西只能是树值型的 因为它是一个举真的运算嘛 大部分情况下只能是树值型的 所以这些文本类的信息 比如说衣服的领子是 是圆领还是这个方领 还是微领等等 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办法去 计算机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 你必须人工的把它编码成一个树 然后就给它去做处理 那对于这种类别型的书呢 我们一类别型呢 我们一般有几种处理方式 最最最最常见的叫做 OneHot Encoding 也是OneHot编码 它有另它编码完的东西呢 我们有另外一个称呼 我们把它叫做亚编量 然后第二类处理方式是 我们会做 我们会用哈希或者G类去做一个处理 这是第一类处理方式 这是第二类处理方式 这是我们刚才 我们说的第三类处理方式 这个小技巧呢 是我们在Caggle这个比赛中 你会发现有很多选手在用的一个技巧 我们分别来说一下 那对于类别型这个东西呢 类别型 我们最基础的一个处理方式叫做OneHot编码 把它编码成一个亚编量的一个形式 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做的呢 举个例子来说啊 我们现在这有一份数据集 大家可以不用管前面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单看这一个位置 这个是一份非常有名的 这个Caggle上的一个比赛 它在银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数据集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位置 它叫做登录 这个东西中文叫做登录口岸 然后这个口岸它就三个口 S C和Q 我们会不会怎么做这个事情呢 和刚才的有和刚才有点类似 我们统计一下 它总共有多少个登录的口岸 比如说这个地方 S SCQ 就是三个对吧 好 只有三个 那我就开三个位置在这 放在这 然后我把S 放在第一 是做第一个位置 把C 是做第二个位置 把Q 是做第三个位置 那如果这时候第一条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在S这个港口的 那你 这个时候就把这个位置设为1 其他两个位置是0 因为我不在C 也不在Q上登录 那如果是在C这个位置登录 那你就把它设做1 其他的位置设做0 如果是在Q这个港口登录的 那就是001 所以 原本 这一个 位置 这一个变量 原本的数据机里 只有这一个变量 它是一个类别性的变量 我们编码之后 它就变成了三个 大家想一想 我们的商 我就说电商的商品 这个 东西 商品这个 价格 电商的商品价格 我们说 价格 price 这样一个 特征 这个价格 它是一个连续值 对吗 也许你买一个游戏账号 它就一毛钱 也许你买 买一个 我们上次说 你买一个家电 或者你在电商上买一辆车 可能它就几十万 对吧 而且它会 后面会带小数点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每一个 商品 每一个价格 就一个商品 它就会有一个价格 它是有无数个连续的值 那这个东西呢 它当然你可以直接把它作为输入 但它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原因是 也许一个东西并不是和价格成 线性相关的 但比如你用上 上节课我们说的逻辑回归 用逻辑回归的话 你给它一个参数θ 你给它 现在输入这个东西是一个价格x 那你看这个θ固定了之后 如果它是大于0的话 那就说明和价格是正相关 如果这个θ 如果这个θ是小于0的话 那就说明和价格是负相关的 但有些情况下 它并不是严格的正相关 或者是负相关的 举个例子说 就是我刚才说的 有些用户 它就非常极端 有用户 它非常极端 它就 它就只 喜欢某一个价格段的 这个时候我们会做一件事情 把价格切一下 把价格切一下 断 比如说0.1到1块 这是一个价格段 比如说1块到1块5 这是一个价格段 比如说1 sorry 这是开区间 1块5到2块 这是一个价格区间 然后 其实我们会做一件事情 我们想想我们 我们所有的商品都出来了之后 我们这个价格的这个范围 一定是确定的 对吧 我们如果把这个范围 划成100个段的话 比如说最简单的方式 最简单的方式是 我直接取了一个均值 不是取均值 直接均匀的分成了100段 对吧 一毛钱到40万 我均匀的分成了100段 然后落在每一段 如果你现在这个商品 当前这个商品 我们怎么去做理散化的编码呢 是这样的 如果它的价格是1块2 那所有 所有这个在这个范围内 1到1块5的这个范围内的 把1块2嘛 因为它在1到1块5 这个范围内嘛 所以只有这个区间 我们取值是1 而其他的区间的取值都是0 所以你得到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长的一个稀疏的一个项链 是0100000 然后 抱歉 大家等半分钟 因为我这边好像这个pdf有点问题 我调一下马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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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着说 刚才说了离散化这个东西在做的操作 他和刚才有同学提到了说 onehot编码 他和onehot编码可不一样 onehot编码是对 他是对类别型的变量去做编码的 他和那个不一样 不一样的原因是 onehot编码是 一会儿我们会提到 我们先解释清楚离散化什么 离散化的话 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人的年龄 我们只有零到 对 是一个分箱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人的年龄是零到150岁吧 假如大部分人都在这个区间内吧 然后我们做的一个事情是 我们把这个年龄段 把年龄呢 可能如果有时候我们会按均值去分成 比如说分成五个段 那我分成五个段以后 分成十个段吧 那你就发现是 零岁到十五岁是一个段 对吧 十五岁到三十岁是一个段 然后从三十岁到四十五岁 可能是一个段等等 那你的年龄只要落在 你看你一般总共有十个段 说明有十个空吗 在这块吧 有十个坑位在这吗 等着你填 如果你的年龄现在是刚好在十五到三十之间的 你要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呢 那我就在这个位置上填一 其他的位置都填零 它和one号的encoding one号的编码的区别在于说 如果一个人的年龄是21岁和24岁 这个时候如果用离散化去做处理 你得到的向量是一样的 他把这个年龄段的人在这个维度上 视作是一样的 对 它就是一个职方图统计 类似于职方图统计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但是one号的encoding one号的编码不一 one号的编码21和24 它会都会取成两个不同的位置 然后离散化这个东西呢 我们说 刚才我说了 这个叫 这个是均匀的切分 对吧 但实际工业界 我们做离散化的时候 我们做离散化的时候 有时候不是均匀切分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 有的时候 比如说商品的价格 你会发现它分布是非常非常不均匀的 比如说牛仔裤 能买到400块钱以上牛仔裤的人 是非常非常少的 大部分人买的牛仔裤的价格 可能都集中在 举个例子说 在50到250之间 可能是这样一个 一个价格段 所以你如果把他们的密度 汇出来的话 你就会发现 是一个在某一段 非常非常的 密度非常非常高 但在其他段 密度很低的这样一个图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 用均匀切分的这个方式 做离散化是不合适的 我们要按照频次去做切分 也就是我们要 我们可能在50到250这个区 到250这个区域内 大部分人都在这个区域内买 买的话 那我在这个区 我不能按照刚才的均匀切分去 去切这个价格 我在这个价格里头 可能得再按照频次去切一下 也许在60到65是一段 也许从65到67是一段 等等 等频率 对 就是统计这里面的次数 出现了次数 比如说60块钱到65块钱 中间有多少个人 有多少人是买的这个价格段的 这个牛仔裤 然后65到67 比如说60到65和65到67 这两个价格段里面的人买的商品的 总的个数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 我们定了三个点 就是我们我们做切分的时候 三个切点就是60 65和67 然后离散化就是刚才我们大家在后面 刚才有些同学提到了 在后面这些PPT可以看到的 实际上他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把我把这个东西分成 分成了一个一个的 一个一个的bin 一个一个的分桶 分完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在零这个地方零到 这个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 这个地方是横坐标是一个风速 然后纵坐标是这个时长 就是大概有有多少个小时 是这个这样一个风速 然后零到零到 就是基本没有风的状况 零到一米 每秒的话 这个状况可能有有五百多个小时 对他们统计出来的 大概是这样一个统计值 然后大家如果对风速这个东西 去做一个编码的话 你落在这样一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的这个 如果你的风速是0.5米每秒 那你拿到的一个像 你拿到的一个像量 实际上就是1后面的全是0 后面这个区段全都是0 如果你现在拿到的是第二个位置 那他就是0 1 0 0 0 对这里用到的用到的是pandas 大家 sorry 这个地方被我被我 把它看不清了 这个地方产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产出20个随机数 然后我们用的这个模块 用的这个 这个酷叫做pandas 它是在python里头 用来做数据分析 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酷 然后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这个地方有个函数叫cut 一般我们会importpandas 然后把它寄作pd 所以pd.cut 我们直接把这个error 把刚才生成的这20个数 去结成了4个 把它分到了4个段里头 对吧 做一个理散化 那你就会 你就可以拿到这4个段 4个段 可能挡住了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这个我们的gbt 就是这个段 这个段 这个段 这4个段 然后你可以把这些数字映射到这个段 你就可以拿得到对应的 这个一个一个项量 对 qcut是按分位数据做切分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和刚才一样 只不过 我们先cut 你看啊 现在这部分数据 wsdata这部分数据 是我们一个 我们分数的这样一个一个数据 然后这个数据呢 我们对它做了一个cut这个操作 做了 把它切开了 现在 给了一个range 然后去 分成了很多很多个bin 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啊 0到1 1到2 2到3 等等等等 一直到这个25米 25米每秒 对 然后对每个段里头 统计了一下次数 count了一下 我们来回答一下问题啊 同学们提的问题 有个同学说 我有个数据集 一个围上好多都是0 超过70% 其他30%的最高值在80左右 我该怎么弄 你是说如果要做离散化的话 该怎么弄啊 那那你这个维度很有可能 你这个维 那在你这个维度上的话 因为你说了 有有超过70%的数都是0 对吧 其他的30% 最高值在80左右 说明其他的这些数 是有一个range的 有一个 有一个假如说是0到80的 这样一个一个分布嘛 对吧 0 0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处理呢 你会发现0 这个你那你会 你应该去观察一下 这个维度是0的 这些数据 有没有什么样的共性 你可能要从其他的维度 去看看这个事情 然后在当前的这份数据上 如果你一定要做处理的话 我们会怎么去做呢 其实还是直接做的离散化 你会把这个东西当 把0 这个当做一个段 就比如说0到0.0001吧 是一个段 然后后面呢 你再给它切一些段 当然你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1 后面全是0的这个相量 对不对 特征相量 但这个这个没有关系 它只是这一个维度嘛 对吧 这一个维度上的特征 feature你处理完 是这个样子的嘛 其他的维度的特征 可以帮助你去做这个事情嘛 我们不只是依靠这一个维度 来做做判定的嘛 我们不是 我们不只是通过这一个维度 来做做判定的嘛 我们可以通过很多 其他的维度特征来做判定嘛 所以没关系 你虽然你在这个上面的分布 是不均衡的 而且你没有办法按照频度去切了 但你也可以去做这样一个编码 没有关系啊 然后我们来看看 通常问到的说理想 理想化是不是会带来非线性 这个问题我在上节课的时候 简单跟大家说了一下 是的 原因是因为比如你 你在 问穿大致阵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去救人 我们会优先救小孩和老人 对吧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如果直接用连续的 用连续值的话 θ乘以x 这个是年龄的话 那他只能是正相关 或者负相关 你只能优先去救小孩 或者优先去救老人 因为得分最后是由 这个东西 得到的嘛 对吧 如果你取缔这个θ之后 肯定是这样的 但是你做了理展化以后 就不一样了 你的年龄可能 0到10岁是一段 可能后面会有这个年龄是 55到80 也许是一段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两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会把它编码成一个项量 对吧 那小孩的项量很有可能是1 后面全是0 对吧 那老人的项量可能是0 最后是1 对吧 是这样的话 那你会发现 你在这个维度上拿到了权重 你最后θ 在这个维度上也拿到了权重 那就说明 他会优先的照顾他和他 那如果是其他位置是1呢 那说明年龄不是在0到10岁 和55岁到80岁之间的那些年轻人 那这个时候他就 我可能不会照顾他了 也许他会拿到一个负权重 就是和他是负相关的 如果是年轻人 我现在就不优先去去救他 对吧 再来非线性的话 就是可以去做一些非线性的切分 因为很多数据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用线性的方式去做切分的 这个是我们说如果是连续值的话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柱状的统计 就是刚其实是刚才这个例子相关的了 你可以去做一个柱状的统计 统计在比如说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int型的一个整形的 有50个数 0到7之间的50个数 我们产出了这样的数 然后你可以去做一个统计 0到7之间 它分别有多少个 然后这个时候呢 每你可以把0编码成 总共有50个数嘛 对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算出来的0是11个 那你就可以把0这个值可以编码成一个它左单的比例 对不对 OK连续值这块呢 基本上我们做的最重要的操作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离散化这个操作 然后树状分布呢 这是我们有时候会 我们有时候会用它的一个比例的状况去替代原来的这个值 去做一个 做一个新的一个特征 说完说完我们刚才连续值啊 那第二类是类别型 类别型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颜色 红色 绿色 蓝色 等等等等 这颜色大家知道模型啊 大部分我们现在的大部分的机器学习的模型 你输给它的东西 大部分的模型输给它的东西只能是数值型的 因为它是一个举真的运算嘛 大部分情况下只能是数值型的 所以这些文本类的信息 比如说衣服的领子是 是 圆领 还是这个方领 还是微领等等 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办法去 计算机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 你必须人工的把它编码成一个数 然后就给它去做处理 那对于这种类别型的数呢 我类别型呢 我们一般有几种处理方式 最最最最常见的叫做onehard encoding 也是onehard编码 它有另它编码完的东西呢 我们有另外一个称呼 我们把它叫做亚编量 然后 第二类处理方式是 我们会做 我们会用哈希或者G类去做一个处理 这是第一类处理方 第一类处理方式 这是第二类处理方式 这是我们刚才 我们说的第三类处理方式 这个小技巧呢 是我们在 Kaggle这个比赛中 你会发现有很多选手在用的一个技巧 我们分别来说一下 那对于类别型这个东西呢 类别型 我们最基础的一个处理方式叫做onehard编码 把它编码成一个亚编量的一个形式 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做的呢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现在这有一份数据集 大家可以不用管前面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单看这个位置 这个是一份非常有名的 这个Kaggle上的一个比赛 太太宁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数据集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位置 它叫做登录 这个东西中文叫做登录口岸 然后这个口岸它就三个口 S C和Q 我们会不会怎么做这个事情呢 和刚才的 和刚才有点类似 我们统计一下 它总共有多少个登录的口岸 比如说这个地方 S CQ 就是三个对吧 好 只有三个 那我就开三个位置在这 放在这 然后我把S 放在第一 是做第一个位置 把C 是做第二个位置 把Q 是做第三个位置 那如果这时候第一条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在S这个港口 登录的 那你 这个时候就把这个位置设为1 其他两个位置是0 因为我不在C 也不在Q上登录嘛 那如果是在C A这个位置登录呢 那你就把它设做1 其他的位置设做0 如果是在Q这个港口登录的呢 那就是001嘛 所以呢 原本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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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变量 原本的数据集里只有这一个变量 它是 它是一个类别型的变量啊 我们编码之后 它就变成了三个 以后都出来三个 三个空 分别是 表明 它是不是在这个港口登录的 是不是在这个港口登录的 是不是在这个港口登录的 大家可以看看啊 我们会用 我们会用到Pandas里头一个叫GetDummies 这个函数去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对登录的这个港口 这个这个字段 对吧 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个字段 对吧 emba kkd emba 这个字段去做 万号的encoding编码的话 我们用Pandas的GetDummies 对原始数据 做这样一个编码 得到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 它把原来这一个变量 变成了三个变量 在C港口登录 在Q港口登录 在S港口登录 分别是Rule 但你会发现这里头 永远都只有一个位置是1 其他位置都是0 所以这就是 这是我们昨天提到的 feature mapping的一种 也就是说 我们原本只有一个 一个月对吧 一个月 然后我们这个月 做了一下映射 现在它切到了三个维度 但这三个维度 永远都只会有一个1 其他的位置都是0 就命中的这个东西 就表明它是在这个港口登录 没有命中的话就是0 然后工具就是说 Pandas里头有一个函数 叫GetDummies 当然你去看Sacklearn 它后面我们一会儿会提到 Sacklearn里面有个有直接直接 Prop 预处理 那个package里头有直接有一个万化的 用扣点 拿到结果也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刚才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处理 叫做万化的应勾顶 也就是说我们会统计下它 有多在这一列上 在这个维度上有多少类 然后开有多有n类 我们就开n个n尾的一个项量 然后把它对应的那个坑那个位置填上1 其他位置都填上0 好 我们就是用这样一个 Tenus里头的getDummies可以拿到或者是用Sacklearn里头有个万化的 英勾顶 好 我们来看看它的第二类处理方式叫做 哈希处理或者叫 有时候有一些哈希处理我们就只其实就是cluster的处理 据类的处理这个之后我们会会提到啊 这个东西啊哈希的哈希处理和custer有一些区别 比如说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哈希的处理的一个例子啊 这个待会我们说文本的时候我们会说到 你看现在有这样三句话 他们里面呢 会有不同的一些词 我们把每把每一个类型的词都拿出来做一个维度 比如说John对吧 这也是有John 然后Likes这三个Likes 但我只开一个维度 然后呢这句话第一句话 大家看第一句话 这第一句话在这样一个词集上的映射 就是我们把这一页讲完 然后我我们咱们休息五分钟好吧 在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在这样一个词集上 他映射的是一一一一一 你看为什么John likes to watch movies John likes to watch movies 对吧一一一一一一 那后面的这些他没有 他这句话里头没有这些词 所以映射成零 然后第二句话也是做相同的处理 对吧 有出现的词我就出现词的地方 我就填上一 没有出现的地方我就填上零嘛 所以你拿到这样三个项链 然后我们会做一个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Documents 就是就是所谓Documents 就是一个文集嘛 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嘛 你看这三句话分别对应这三个文集 然后哈希处理会做什么样一个处理呢 我会取不同的词集 我会取不同的词集 不同的word list 然后去看他到底命中了这一头几个 举个例子说 如果我取前三个维度的话 我只看前这个词 我这个word list里头只有前三个词的话 那这个里头出现了几次啊 三次对吧 这里面出现几次啊 一次对吧 这两个两个文档 搞反了啊 就这里面出现了一次对吧 这里面出现了两次对吧 所以你就拿到了这样三个数对吧 紧接着你再取另外一个词 不同的一个词list 你可以拿到另外一个bucket的值 然后你再取别的另外一个word list 你又可以拿到一个新的一个编码 这种情况下是不考虑顺序的 有些同学问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用呢 因为你这个word list可能是领域内的 所谓领域内的就是说 可能是举个例子说 就是现在它是一个一个医学的一个一个数据集 一个词语集 或者它是一个文学的词语集 所以你最后拿到这个东西的个数的多少的话 其实是有会有一定的偏差的啊 咱们先先休息五分钟 好吧 一会儿回来接着往后讲 好 我们接着说 大家听得听得到我说话吗 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 好 我解释一下啊 刚才有同学问bucket是什么 bucket的话 这个是英文单词 实际上我们 我们就是中文意思应该就是一个一个的统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一个一个的统 那它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这个统怎么得到的呢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会取一个一个的word list 举个例子说 第一个统怎么拿到的呢 我们取了一个词集 我们取了一个词集 比如说是 John likes to 这个词集里头 假如只有这三个词 或者是有这三个词和不在这里面的一些词 组成了一个词集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去统计原来这句话 在这个新的这个词集里头出现的个数 比如说出现次数 比如说111 那加起来就是三个对吧 比如说一个 那对应的就是一个对吧 比如说只有两个 那对应的就是两个对吧 所以你会拿到这个东西 它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这个例子举的不一定特别恰当了 就是这个你的这个词集 what is this 是可以是某一个领域的 比如说它是体育类的 或者是是这个医学类的 对等等 那你在不同的这个词集上拿到的这个词的个数不一样 表明你在它这个上面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 那举个例子说 如果你这个时候拿到的词 在上面拿到的词和在有一个文件在上面拿到词和另外一个文件在上面拿到词一样 都是203个 那很有可能他们两个人在两份文件在体育这个上面的指代性是一致的 这个的话取决于你这个哈希函数 我们现在用的哈希函数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给了一个词表以后去统计这个词表里头出现的个数 是这样一个哈希函数 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哈希函数 在不同的场景上可能会举不同的哈希函数 你都可以拿到一些值 大家就可以认为我我把原来这个第一句话 这个这句话编码成了一个320这样一个一个向量 然后把第二句话编码成了220这样一个向量 然后我们说一下 刚才我们说到的说这个 Tikago里面他们最喜欢用的一个trix叫做 Histogram映射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东西 他做他的操作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看啊 我们现在有这么多条记录 我们现在有这么多条记录 每一行就是一条记录啊 这个是性别 这个是年龄 这个是他的爱好 然后我们怎么我们怎么去对这个性别作品 去做编码 大家大家知道我们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可以做one talk encoding 对吧 把这个男男和女映射成10和01对吧 这个大家都明白 我们可以做这个处理 他还可以有另外一个编码的处理 另外一个处理是 我先回答几个问题吧 同学们问的这个说一个bucket相当于一个主题吗 一个bucket相当于他和你给定的这个词级的一个相关程度有多高 不一定是一个主题 因为也取决于你给的那个wordlist是什么呢 好吧 我看看还有没有同学问其他的问题 pd.cut拿到的拿到这个函数拿到的应该是一个是一些区段 就是你做理想化的时候拿到是区段 然后至于说你落在哪一段里头 可能需要自己去做一个判定 然后有同学问问问到说刚刚频度切分的时候某一个值上占了大比例 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值是是这个值一个维度其他的在频度切分吗 可以这么做处理 然后会非常建议你去看一看 如果这个值上如果某一个值占了大的比例 你去看一看 这相同就是占大比例 这个值占大比例这些样本有没有什么共性 自己再去看一看 可不可以从规则角度去找到一些突破点 就是他这个东西的分布能够带给我们一些起方 好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例子 我们说刚才我们说了男和女这个性别的话 我们可以用用这个onehotencoding去去做这样一个编码 一和零零一一零这样这样一个编码 但我们Caggle的那些选手比较喜欢做的一个东西 他们还会再造出另外一个特征 这个特征是怎么拿到呢 是一个统计的特征 是这样的 他和我们的我们假如要预测的东西 这是我们要预测的东西 我们预测他有什么样的爱好 target 他会做一个事情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编码男和女 对吧 他会去数 首先你看有多少个target 有足球 有散步和看电视剧就三个嘛 对吧 所以有几个target我们就给他开几个位置嘛 那每一个位置填什么呢 第一个位置是足球 我们看一看 总共有几个男男生啊 一个两个三个三个男生对吧 三个男生里头有几个喜欢足球啊 有两个 对吧 总共有三个男生有两个喜欢足球 所以这个位置就 sorry我这个顺序顺序啊 第二个位置是这个足球 比如说第一个位置是散步 那你看有多少人喜欢散步啊 男生里头只有一个对不对 所以是一除以三 有多少同学喜欢足球啊 有两个对吧 所以是二除以三 然后有多少同学喜欢看电视剧啊 男生没有 所以是零 于是我们就拿到了一个和目标 和这个target等长的一个项链 而项链的每一个维度 代表的是这个性别的同学 取到这个target的一个比例 这是我们经常 我们开构选手非常非常喜欢的 一个处理方式啊 一个trix 就是他能把我们目标这个东西 target这个东西的和 本身这个维度特征的一个关联关联度 一个后验的一个关联度 直接能够拿回来 但这个数据呢 你可以建成索引 我们在线上直接用的时候 也是可以用的 对吧 所以大家听明白了 就是这个histogram映射 实际上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把每一列的特征拿过来 然后根据这个target去做一个统计 然后把它对应得到的百分比填到对应的位置上 所以你就拿到这样一个特征 这么做的一个作用是什么 这么做的作用就是你从这个维度 从这个target的目标的维度 去对男性做了一个编码 比如说你这个时候 男性我怎么去表示他呢 我表示成有三分之二的 这个群 三分之二的这个群体喜欢足球 三分之一的这个群体喜欢散步 而没有人喜欢看电视剧的这样一个群体 我把它编把男性这个东西编码成了这样一个群体 这个算是我们拿到了训练数据之后 统计的一个后院的一个一个结果 拿回来做编码 这个特征是可以直接拼接到原始的样本中的 刚才我说过了 这个东西他就是他就是一个表征形式 他现在就把这一类人群 男性这一类人群表征成了有有三分之二的 喜欢足球三分之一喜欢散步 而没有人喜欢看电视剧的这个群体 你看他和女性这个群体是不是就区分开来了 女性这个群体是有 你看女女女 有他们也会有两个女性喜欢看电视剧 所以他们是热爱看电视剧 有三分之二的人热爱看电视剧 然后有三分之一的人 看一下喜欢散步 然后没有人喜欢踢足球的这样一个群体 后院就是后院的意思就是你拿到数据了 然后统计你拿到训练数据以后做的统计统计纸 鲜艳是我们去做我们拿到feature以后做prediction的这个过程 最终的特征向量是你在原本的这个数据后面接上了 在这个里头加了一个维度 叫做比如说叫做map map1 然后你给他加上了现在这个map1你要了三个位置 你分别把它填在这上面了 然后map2 不不map2就是map1它就占了三个位置 然后同样这个是女性你要了三个位置 你把它填这了 补到这上面 预测数据集上没有这个特征 但是预测数据集 但是这个数据我们是可以存下来的 因为训练数据集量非常大 它能表征一些信息 这个数据我们是可以存下来的 就是你把它存成一个字典 然后你在线上用的时候 你就直接把它读出来的 因为你从大量的训练数据上就知道了 有三分之二的男同胞是喜欢足球的 那我就我就假定这个东西是我们已知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在实际线上用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把这份数据拿过来用 相当于加了三个特征 对加了三个相当于加了三个特征 分别表明它在这三 这个群体在这三个维度上的一个喜爱程度 三个维度对 然后我们看接着看下一种特征 是时间型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时间型 这个特征 其实它作用非常非常大 因为它既可以看作连续值 也可以看作离散值 为什么连续值我们看看 你在每一个 你在一个比如说网易新闻 或者是头条上停留的这个时间 包括淘宝上 你某一个某一个单品页下 可以停留的时间 其实这个东西能表明你的一个 喜好程度 对吧 或者是一个购买的一个倾向性有多高 然后连续时间 间隔 比如说间隔时间 比如说从上一次购买到现在的一个 一个时间 比如说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周期性的购买的 比如说你买的一个空气净化器 你要换你头滤星 对吧 我会统计一下你上次买这个滤星到现在 大概多长时间了 是不是会再买 这个东西是一个连续值 大家能知道对吧 持续时间或者是间隔时间 然后 但他也可以是离散离散的 比如说大家可以做一个特征 叫做一天中的哪个时段 总共不就24个小时吗 你就把它切成24个小时 有点像我们刚才离散化的那个意思 对吧 我现在就给他预留出来24个坑位 然后他比如说是今天凌晨的4点 那我就 我把 第四个位置 填上1 其他位置都填上0 就行了 对吧 然后如他是一周中的哪个 一周一周中的星期几 对吧 也是一样一周就7天 对吧 所以这个长度 这个相当长度就是7 然后你在里头对应的那一天 填上1就好了 所以他可以是类别型的 离散值 时间这个东西 也可以是一个连续值 比如是持续时间或者间隔时间 好像大家对刚才这个东西还有一些疑问是吗 测试样本中没有Target 我刚才说 我刚才说过了 我们从训练的样本里头 根据Target拿到了这个东西的一个分布之后 可能可以直接把它拿来使用 这个一会儿 待会儿再说 我们先说一下时间处理 时间的这个处理 时间的这个处理的话 在因为它表彰了用户的一个行为 用户行为的一个频度 或者是长短 所以呢 在很多很多时候 我们在电商这种应用里头 是非常非常广泛应用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预测了一个用户 会不会购买一个东西 重复购买 就是会不会重复再到这一家商店 购买这个东西 有这样一个比赛 然后它有一个字段是时间 就是 Date Time Stand 那这个时间我们一般看一下 一般我们记录时间会记录的比较精确 包括年 包括月 包括日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有 甚至会会到年月日 甚至会到小时到分钟 对吧 所以呢 你就可以去按照刚才的方式 去做一些编码 比如说连续值 年对吧 这是连续值 2015嘛 比如说月 这个时候9月份1月份 拿到 比如说天 你可以拿到第11天 一个月的第11天 或者第12天嘛 然后你可以拿到一些别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这一天是星期几 这个你可以通过日历拿到的 对吧 然后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一些东西呢 大家一会儿 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 你想想 比如说 你 你同样一个人啊 比如说你购物的话 你在工作日和周末 一定是会有一些差别的 对不对 而且你从周一到周五 也许你心情就不一样 你周一的话 也许你心情就特别不好 今天要过来上班了 所以我 我可能 可能有一些人是会更 有更强的消费欲望 有些人是不想买东西 但也许周五了 快放假了 你会特别想买东西 也许周六 你会想出去玩 你要买点其他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会做这样一个特征 去把它理散化开来 然后 我们 week of the year 是第几周 这个的话 大家可以想 可以想象得到 它是一个和 和季节非常相关的一个东西 对吧 你买东西的话 肯定是分季节性的 所以 这个变量 讲理散化以后是会有用的 这个hour of the day 是有一些人 你 你现在 我们举个别的例子 比如说你团购 你现在要 要外卖 买外卖了 那一定是在 中午时段 晚上时段 有时候偶尔会有早上时段 这个时候是高峰期 对不对 你肯定 肯定 可能会买 而在其他时段的话 你也许就不会 有这么强的欲望 去定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要单做 这样一些特征 这三个是我们拿出来的连续值的特征 而后面这三个是我们拿到的离散值的特征 一周中的第几天 一年中的第几周和一天中的第几个小时 所以呢 他把这个东西就细化了 我们用一个lambda函数嘛 拿到了 首先拿到了 day of the week 第几 就是这个东西是 从一头拿 这个week number 然后season 就是他额外做了一些处理 刚才我说了这几个东西是可以直接通过查表 或者从这个数据上直接可以拿到的 然后还做了一些别的一些分析 比如说这个是刚才我们说的第几周对吧 week number 然后这是哪个季节 对吧 season 然后 这是当天的什么时候 times呢 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别的一些处理 原因是什么 你看啊 他这个地方写了 说从凌晨 0点 12点 到5点 到凌晨5点 很有可能在睡觉 对吗 这是和实际行 实际上 业务场景非常相关的一个东西 你应该是在睡觉 对吧 所以我把这个画了一个段 然后6点到 也许从6点到早上9点 是一个早餐时间 对吗 你也许不想着买一些 买一些早餐相关的东西 所以你画了一个段 然后可能从10点到14点 是午餐时间 14点 然后你在 也许他这个段画的不一定那么 那么对啊 就我们会去画一些段 是晚餐时间 然后这个 这个 Dezer是 是甜点 可能会 对吧 Lambda是一个映射的一个函数 Python里头一个映射的函数 大家可以先不关注这个 我们先看看他取了哪些特征 刚才我们说了 取了三个连续值的特征 取了三个离散值的特征 然后他自己构造了一些特征 比如说构造了季节的特征 构造了这个 把每天按照按照这个人的一个习惯 去分成了一些段 比如说睡觉时间 比如说可能早饭的时间 上班的时间 中午吃午饭的时间等等 你自己会去画一些段 这样的话 画完这个段以后 你有多少个段 你就给他开一个多大的一个香料 多长的一个香料 然后在里面 对应的位置 设置为一 这个然后并没有结束 他还想了一些别的东西 他开始看节假日和购物之间的一个关系了 节假日 大家都想想 你快要国庆节 或者怎么样的话 你可能会有 节假日可能会有一些购物的欲望 比如说在中国的话 可能是双十一 对吧 大家双十一之前 基本上购物的欲望就非常非常低 都在等着 等着这个时候 对吧 都加车那个时候 加完以后到双十一的时候 可能突然就买了 所以可能和节日会有一些关系 于是这哥们去查了一个节日表 然后把刚才的这个时间 他算了一下 当时这一条记录 当时的这个时间 离某一个节日的时间 间隔有多长 就是还有多少天就是这个节日了 或者是离这个节日已经过了多少天了 对吧 所以就做了这样一些特征 造出了这样一些特征 所以你看很多特征 我们都是在业务的基础上想出来的 对吧 包括前面这个我们说的季节 包括说按照人的习惯分成这么多多段 包括说这个离节假日还有多少天 离双十一还有多少天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通过业务造出来的一些特征 所以这些特征啊 多半情况下 包括我刚才前面说的那个histogram映射 我们是我们是没有击数据没有现成的包去给我们做这个事情呢 我们只能自己去做 OK 这个一会我们还会有一个例子 我们先过了 就是这个东西 我只想告诉大家 它和业务非常非常的相关 你可以尽可能的去开脑洞去想什么东西可能会和它相关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离节假日离双十一有多少天 说说文本型 文本型的话 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叫做back of verse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词带 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 我们总共有三个文档 或者说三句话在这 我们把里面出现的单词都罗列在下面 紧接着 我们把它们编码成了三个项量 有出现的地方 有出现的这个 我们位置 我们标为1 没有出现的位置 我们标为0 于是得到了这样三个项量 对吧 所以所以每当你这个词表非常非常大的时候 你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稀疏的一个大的项量 有些同学就先会问我说 这个你们当时电商里面做推荐 比如说做推荐或者点击率预估的时候 这个肆意为度的特征是自己想出来了吗 不是 有很多的特征是我们通过feature mapping 通过特征映射拿到的 此代的话 我们是直接会 我直接有一个东西啊 叫做count count vector 直接调这个东西 你有四句话 对吧 你直接 先开这样一个 然后用它去fit一下 就是把刚才fit transform 把刚才这四句话丢进来 你会拿到四个项量了 4 4乘以9 意思是什么呢 总共有四个四个样本 对吧 每个样本里头的维度多高是9 说明我们这个词表只取了9个数 9个词 抱歉 好 我们接着说啊 刚才转件出了点问题 我们咱们接着说这个东西 你看我们刚才说了有4乘以9 所以意思是我们有四个样本 每个样本我们开的这个词项量 我们 我们这个back of words里头的 worth 这个词是9个 对吧 这位 命中的话 比如说有this的地方就取一 然后有this地方就取一 第二个第二个样本 对吧 做的是这样一件事情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我们如果要对他改进 可以怎么样去改进呢 我们把我们刚才是一个一个词 对吗 那我现在呢 把它扩充成ngram 这个是原模型 是我们的这个 经常在自然源处里头会用到的一类东西啊 sorry 我调一下这个框 经常会用到的东西 所以会这样做的话 原因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 讨厌你 和你讨厌我 我们用刚才的方式去处理的话 你会发现这一头都是几几的词 对吧 我 我们中文的话一般不用词 我们用 我们叫我们用phrase 用短语 所以呢 是我 讨厌你 这三个短语 你会发现 这两个文本都是有这三个短语 对吧 你区别不出来 但我现在 这个ngram的意思是什么呢 现在我不止在看这个东西了 比如说扩充到2gram 他在做的一件事情实际上是什么呢 不现在不仅有这个项链里头 不仅有我 有讨厌 有你 这三个词 还包括了我讨厌 讨厌你 就是两个两个连着的 两个两个短语连在一块的 又叫2gram 两个两个 连着的 这个项量 也算 就是分完词以后 我们去取的2gram 二元 二元语言模型 比如说我讨厌 讨厌你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 我们对第二句话去编码呢 除了除了有我讨厌你 三个词之外 还有你讨厌 讨厌我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两个东西区分开了 对吗 也就是说二元的语言模型 相对于刚才我们说的一个一个短语的 一元语言模型 有差点 所以它的区分度就变强了 比如说 我们现在有句话 这是一句英文话 Biograms are cool 然后 这样一句话 Biograms are cool 如果我们要建一个二元语言模型的话 我们可以调这个东西 还是刚才这个东西 叫Count Vectors 但是呢 我们这个Ngram range呢 就是它的一个幅度呢 我们除了刚才单个的词 我们给它加了一个二元语言模型2 对吧 所以现在我们看它得到 第一个词 第二个字 第三个字 第四个字 然后后面呢 是两两之间的组合 对吧 你用这样一个东西 Biograms 去Fit一下 就可以拿到我们这样一个项链了 它会帮我们直接做好这样 这样一个编码 这样一个项链 然后这个是直接可以用的工具 你甚至可以把这个语言模型扩充成 扩充到三维 三元语言模型 也就是说 我讨厌你 这三个词 三个词 三个词 相连 就是现在不仅考虑我 讨厌你 一人的短语 考虑两两相连的短语 甚至考虑三个三个连在一块的短语 第二类文本 文本型的第二类处理方式呢 叫做TDITF 那做索引的这些同学呢 都会知道这个东西 他简单的说来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 他会给每一个词编码一个权重 这个权重是怎么得到的呢 这个东西会评估一个字或者词 对于一个文件集 或者一个语要扩中 某一份文件的重要程度 因为大家想想一个词 比如说我这个词 如果现在这篇文章里头 当前这篇文章里头 有非常多的我 我们觉得这个词 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吧 因为它出现了非常多次 所以它会随着我在当前 这一份文件 这份语料中出现了次数 呈现一个正比 但同时呢 这个它会随着 它在整个语料库 也就是所有的语料中 出现的评次 出现下降 原因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我这个词 在当前这个文本中 出现的次数非常多 说明它很有可能非常重要 对吧 但是如果我这个词 在所有全集的语料中 出现的次数也非常多 那就说明它很有可能 是大家经常会用到的 一个语气词 或者其他的词 那就没有这么重要 所以它会去权衡 在我们这里 在当前文本中 出现的次数 和在整个语料中 出现的次数 然后计算方式 非常简单 我这个字 如果在当前的文本中 出现了次数 是这个几次啊 如果出现的 在当前 我当前这个文本中 出现了二十次 如果在全部的文文档中 出现了两万次 那你就是用它去做一个除法 其实你得到的东西 就是一百分之一 对吧 0.01 那我还 我会求另外一个 刚才这个求的叫TF Term Frequency 然后我们可以 我们会求另外一个东西 叫IDF 它会用总的文档数 比如说现在 我有一千个文档 寒T的这个文档数的个数 比如说寒T的文档数的个数 就只有一个 那这个时候呢 用一千除以一 然后再求一个对数 得到就是这个值 接着我们会把这两个值 乘起来 会拿到一个连续的值 对吧 一个传重值 连续的值 我们会把这个值 当做刚才这个word 当做我这个字的一个 编码的传重 词带 那个特征 文本型的这个特征呢 另外一种 非常非常 就近几年啊 在用的 是深度学习里头 就像会用到的 word to vector 这个东西呢 是什么一个意思呢 我们大致的理解一下就好了 我们今天不会细着 给大家说 这个东西怎么得到的 Google有开源一个package 大家可以直接拿出来用 在文本里头跑 你可以得到每个词的一个 一个向量 他在做的事情是这样的 他会把 一个文本 一个phrase 映射到 比如说我这个字 会映射到指定维度 指定维度的一个向量上 而且他不再像刚才的 onehold encoding一样 是只有一个位置 其他都是零 他很有可能是一个连续指的 一个向量 比如说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把它映射到 300位以上 300位加 的这样一个量级 然后他有什么用呢 我们想想刚才的编码模式 在刚才的编码模式上 北京和东京 这就是两个词 对吗 他们就会在这个编码的向量 oneholding 固定里头 他就会在这个编码向量 对应的位置去 其他位置全都去零 对吗 但是word to vector 他有一个好处是 他能学出来这两个东西之间的一个关系 比如说经常会起去 大家会举的一个例子是 我们会对国王这个词 拿到一个五百维的一个向量 五百维的 我们会对女王这个词 也拿到一个五百维的向量 这两个向量之间是可以做减法的 对吗 我们可以有方 因为是两个向量 我们可以去做加减 也可以算他们之间的距离 对吧 比如说算欧式距离 或者算cos距离 你会算出来一个距离 你会发现 他和男人 女人之间的距离 是近似相等的 也就是他理解了 他能够找 能够知道 国王和女皇 和男和女人之间的关系 是一致的 另外一个例子是 大家知道 比如说 柏林 对德国 柏林是德国的什么 首都对吧 那这两个东西 他也会分别得到一个五百维的一个向量 五百维的一个向量 然后东京 也是一个五百维的向量 日本也是一个五百维的向量 你会 你如果去计算距离的话 你会发现 柏林 到德国的距离 这两个向量之间的距离 和东京到日本之间的距离 是差不多 差不多等同的 也就是距离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他学出 他这个东西的这个编码模式 编码有一个好处是 他能知道 一个词相对于另外一个词 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 我们再来说一说统计特征 刚才我们说完了延续值 说完了离散值 说完了文本型的一个处理方式 我们来说一下统计特征 那统计特征呢 是历届的这个Taggle 或者天池比赛 以及在天猫 京东的排序 还有推进业务里面 经常会用到的一些特征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说和业务贴合非常非常高的 贴合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些特征 比如说举个例子说 加减平均是最简单的了 这个用户买的商品 高于全部用户买的商品的一个平均价格 高了多少 那可以大概可以平衡可以全衡它的一个消费能力 对吧 然后用户的连续登陆天数超过了平均水平的多少 这个能够表明用户的一个年在这个APP 对这个用户的一个粘性有多高 对吧 然后我们刚才说了分位数 对吧 商品处于售出商品价格的多少分位数分位分位线数 这个分位线呢 可以体现它的一个购买能力 对吧 我们刚才说了分位线是我们把所有的价格购买商品的这个价格从小到大做了一个排序 然后排序之后它大概处在哪个位置 是这样一个东西 比如说20分位数就是20%的人买东西都会低于这个价格 最最最最底端的20%的这个位置 这个分位线 然后呢 还有排序型的 对吧 还有比例型的 就是你已超过全国百分之多少的同学 经常你会看到360会会会会跳个框出来说你已超过你的开机时间已超过全国多少多少的电脑 对吧 就是这种这种比例型的 这种特征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地方有一个天池的一个大数据的移动推荐算法大赛 然后给了两个表 给了两个表 第一个表是用户 商品 然后用户在这个商品上的行为 包括浏览 收藏 加车 购买 他给了四个值啊 1234 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个你你不用管这个东西的话 实际上我们我们在电商里头自己是可以拿得到这个可以拿到这个具体的用户的一个位置的 但是但是我们我们拿出来给大家比赛的时候不能暴露这个信息啊 这和个人隐私有关系 然后这个商品是什么类类目的 我刚才说了嘛 要按品类去签 所以他会告诉你这是牛仔裤的品类 或者这是一个上衣的品类 他不会这么明确告诉你文本啊 他会给你一个品类的一个编号 因为脱敏了 这也是一部分敏感的数据 然后会有一个时间 就是用户什么时候做了这样一个行为 第二个表呢 是商品相关的一个一个表 刚才是用户对吧 现在是商品 也是这个商品一个编号 这个商品大概在哪个城市 对吧 在上海卖还是在北京 还是在深圳 然后这个商品的一个类别 也会有这样一个 他提供了这样两份数据 然后呢 让你去给了你数据之后 让你去预测一个月的 最后两天 把什么东西推荐给用户 用户最容易点 我们看看他 我们看看这些比赛的同学们造了什么样的特征 有用的特征啊 他们先定了一些规则 他们认为前一天的购物车里头的商品很有可能第二天会被购买 这个这个大家 这个大家应该是自己也会有体会啊 有些同学买东西的时候会会先 不会习惯收藏 他会先习惯把这个东西先加到车里头 然后可能明天或者后天就买了 然后他会剔除掉在30天里头从来不买东西的人 这个是一个数据欣喜对吧 因为这部分数据对我们没有什么用 接着呢 有些同学他会加车连续加四件 但他只买里面的一件 那我们认为剩下的这些他基本上是不会买了 好了 这个东西是我们订了 我们做了一些数据倾斜 并且订了一些规则 我们来看看 我们做了哪 刚才在刚才那个 我们说的那个 连续值离散值 时间维度 他们分别做了一些什么样的特征 购物车的一个购买转化率 大家想想 每个人肯定加车以后 买的概率不一样吗 对吧 所以我我对每个用户 产出了这样一个东西 有些人可能加车了就会 他历史所有的情形都是加了车 他就买了 所以呢 我那我转化率高的 这个这部分人 我可能直接就用他加车的这个东西 去做推荐了 对吧 或者和加车相似的东西去做推荐了 然后商品的热度 这个很明显对吧 因为因为比较热的东西 肯定是大众比较喜欢的 所以它是商品维度的一个统计特征 热度嘛 而且是一个连续值 对吧 你可能会用它的销量 或者什么东西来来代替 销量的话 就是一个连续值嘛 然后第三个是对不同的item点击 这是对不同的item sorry这个东西的话 应该是商品维度 但我大家不知道 我这个地方不知道说明白了没有 我的意思是现在有一个商品在这 有一条牛仔裤在这 这条牛仔裤被点了多少次 被收藏了多少次 被加了多少次车 被多少人购买过 有四个连续值 所以它是商品维度的统计特征 但它同时是一个连续值的特征 也就是一个时间段以内的一个连续统计的连续值特征 然后包括用户维度的会有些统计特征啊 那每个每个用户可能也会对不同的item 不同的这个商品会有点击 会有收藏 会有购买和加车的行为 对吧 我们把这个也统计出来了 包括变热门的品牌和商品 这个的话是一个差值型的嘛 对吧 我们刚才说的统计里面做差嘛 你今天有多少人点了 减掉昨天的 看看这个数有多大 今天有多少人买了 减掉之前一天的 那这个数有多大 如果这个数非常非常大 意味着这个东西逐渐的在变热 最近的一天两天三天七天 一周的行为数与平均行为数的一个比值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统计维度的一个一个特征 对吧 是一个用户维度 用户维度 每个用户 他有些用户 他就是点 我就爱点 但我就不买 所以 所以他会从几个 从几个 从总的行为数和每一个行为数上 去看一个比值 因为有这样的话 你可以分析出来不同用户之间的一个差距 因为有些用户 就像我说的 他就爱点 他就不爱买 有些用户 他点的非常少 我点了一定会买 所以 我会拿到一些比值的一些特征 然后会有商品在类别中的一个排序 这个大概是 你可以按照一些别的东西去排序 比如说热度 或者是被点击量 购买量 然后 他有多新 上架的时间有多长 等等 去做一个排序 包括商品交互的总人数 这又是商品维度的一个统计特征 对吧 是求和型的一个特征 也就是有多少人 在这个商品上 有什么行为 你可能 总人数 有多少人在这个商品上 也会有行为 然后会有些其他的 包括商品本身的一个转化率 刚才我们说人家车以后会有个有个有个转化率 对吧 那商品的话 有些点进来了以后 或者说我展示出来之后 这个商品展示出来的次数和他被购买的次数 之间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对吧 有些商品 他可能基本上每次一出来 有些人可能就买了 然后有一些商品的话 是报个说展示了很多次 但没人买 所以 这有个转化率 然后我们总的平均的这个类别 这个类别 牛仔裤这个类别 他也会有一个转化率 对吧 然后这个是一个比值 所以是比值型的一个统计特征 然后刚才说了很多统计型的连续值的统计一些特征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 他也会有一些 刚才这个还是一个比例型的 是商品的行为处于同类行为的一个均值 对 我们需要开一个时间窗口 我们只是统计 比如说前一周或者是前最多拉到一个月 得看啊 如果是对全个每个季度的东西去做推荐的话 是你是可以拉到拉到三个月的 这个时间窗口 自己会根据具体的情形会去定 然后我们看看最近几天 每次我们约束最近几天的话 其实会有一个时间型的一个一个东西约束在里面 对吧 我们看看我们对时间型也做了一些探讨 比如说最近的这个交互离现在的时间 比如说对你在一小时之前加了一次车 或者一小时之前点了三次 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你对这个东西是感兴趣的 对吧 所以是最近的这样一个交互到现在的时间 总交互的天数 总交互的天数呢 可能代表的就是这个人的一个这个商品 对和这个人之间的一个一个关联度 总交互的天数表明这个用户对这个app的一个一个 关联程度有多高 后面是一些别的一些统计的特征 用过一堆品牌币的总购买数 收藏数 购物车数 这些都是一些 球盒 然后平方 购买笔 一些笔值 对吧 我们看看他还还做了一些别的一些一些这个时间型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前一天最晚的交互行为时间 这个有什么用呢 这个和用户的习惯有关系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夜猫子 或者说他就喜欢半夜购物 然后还会有一些用户购买商品的一个时间 就是这个时间是到到你还是还是一天之内哈 就是平均他会在一天的哪个时段去去做去买这个东西 最早他最早一次是在比如说早上七点或早上六点买了 最晚一次是什么时候 然后平均什么时候 这样一些时间型的一些特征 总共就是用这么一些特征 去最后就分析最后建模之后就拿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你看他分析的维度非常非常的细 各种统计型的特征包括连续值 包括时间型 然后我们刚才说了这一条有类别嘛 品类嘛 所以他有类别型 我们刚才说完了前面那个例子 我们再说一下组合特征 组合特征最简单的组合特征是拼接型 什么意思呢 在逻辑回归这种模型里头 你可以直接组一个Use ID和一个品类的这样一个特征 也就是一个人买了一条牛仔裤 这个用户100001的用户买了一条女裙 那我就直接组了一个特征 这样一个特征 如果这个人买了一条裙子 那这个特征就是1 没有买这个特征就是0 如果他买了男士牛仔裤 那就是1 没有买就是0 我加了一个维度 我在原始的数据上加了一个维度 这个维度填0和1 或者是填每一条记录填0 还是1 取决于当前他有没有买这个品类 包括风格 对吧 我们刚才说了全棉的 可能对材质会有要求 那在实际的这个电商的点击率预顾里头 它表明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 它的正负权重实际上表明的是 用户对这个东西喜欢不喜欢 比如说 这个10002这个user id和这个男士牛仔裤 组成的这样一个维度的特征 最后拿到了一个权重是0.5 是一个真的权重的话 表明什么呢 表明这个用户很有可能 他以前买了很多的男士牛仔裤 很喜欢男士牛仔 所以你可能会在出现男士牛仔的时候 出现牛仔的时候 会把男士牛仔的东西排在前面 然后这个是非常粗暴的方式 就是我直接把两个维度的特征拼在一块 然后有的话 命中的话就是0 没有命中的话 命中的话就是1 没有命中就是0 多加了一个维度丢进去做训练 另外一种方式是Facebook最早在开始使用的 很多家互联网公司现在也在用 一般是像点击预估这种排序 这种问题里头经常会用到的 我们会先用一个别的模型 比如说像GBDT 它是一个树状的一个模型 去产出一个特征的组合路径 然后呢 用这些路径 当做刚才的这个组合特征 去判定 如果命中了这条路径 就是1 没有命中取0 一般他们用的方式都是GBDT加L 而加逻辑回归 这个地方举一个例子是 你看这个树形的这个这个model 这个模型做判定可能是这样做判定的 性别 省份 然后联网方式是用手机还是用用的电脑 那很可能是性别男性的 然后上海式的用手机上网的人可能会去做一个决定 做一个决策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性别和这个省份和这个联网方式去做一个组合 如果命中了上海 命中了男性上海用手机用iPhone上网的这个人就给1 但凡他是女 或者说不在这个省 或者说联网方式不是用的手机的 我这个位置就给0 所以用GBDT得到了这样不同的决策路径 然后每一条路径会把它视作一个特征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编码之后得到了一个项量 最后把这些样本项量放到罗基斯特回归里头去做训练 然后我们说说特征选择 特征选择的背景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有荣誉 有荣誉的原因是部分特征相关性太高了 比如说你现在造了一个特征 他是表明这个人是年轻人 还是表明这个人年龄大还是小 然后你又有一个特征 是他年龄具体数值的大小 所以呢这两个东西本身他就是很等同的对吧 因为年龄你数值你年龄的值非常小 其实他就非常年轻 所以呢这两个特征相关性太高了 那你会消耗计算机的性能 同时呢 而且数据量大嘛 你消耗他的性能他就会变慢 而且你提供不了额外的信息 另外一点是可能会有噪声 就是有部分特征对于这个预测的结果 甚至是有负影响的 是有可能有这种情况的 然后我们说说特征选择和降维啊 特征选择是这样的 原本可能有50个特征 如果做特征选择呢 是指的在这个50个特征的基础上挑出来里面 比如说30个 只是我把另外20个不太好的踢掉了 减掉了这20 那降维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降维做的事情是 去相关之后 把里面有用的成分拿出来了 大家之后会会这个部分会会细讲啊 这个降维SVD和PCA肯定是 会再拿出来细讲的一个一个算法 因为它是属于无监督学习里头 比较重要的一类算法 这个他们是用来做降维的 那特征选择和降维的区别就在于说 特征选择我不会改变原来的特征 我只是从这50个以后挑出30个了 那降维呢 是会对原来的特征去做一些组合 所谓不是组合 做一些运算 做一些计算 我们会拿到一些新的一些一些特征 但它是一个排好去的 我们可能会把一些 和我们的相关度不太高的会去掉 常见的特征选择的方式呢 有三种 第一 第一种叫做filter型的 过滤型的 它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粗暴 这种方式非常的粗暴 它会去评估每一个单个特征 和结果值之间的一个相关度 然后评完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10个特征 你有10个特征的话 这是我的结果 这个是x1 这个是x2 一直到x10 那它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要看x1的时候 我就把x2到x15主 我不看它了 我只看在这一围上 和这个外的一个相关度 相关程度有多高 然后我们评价的一些指标呢 包括皮尔逊相关系数啊 互信息啊 和距离相关相关度 这个的话 但是这个方式呢 这个方式 它只评估了单个特征 和最后结果的一个相关度 相关程度 所以呢 它缺点是 因为特征之间可能会有关联的嘛 有时候你一个年轻的 20岁出头的女性 和一个48 9岁的一个女性 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所以呢 我们它就没有考虑到 特征之间的一个关联程度 所以实际上 我们我们现在 这个就是工业界 并不会频繁的使用这个方法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看比如说我们 我们先 我们就这个东西是一个平衡 是一个评价相关 皮尔逊是一个相关系数 评价他们相关度的 我们产出了一个X 是什么呢 是一个正态的一个分布 normal的 一个随机的一个正态分布啊 然后呢 我给它加了一部分东西 加了一部分 波动很小的一部分 一个正态分布 叠加在这个上面 然后我们去评估一下 它们的相关性 然后我又加了一个 方差非常大的 一个正态分布 加在上面 波动非常大了 我们再去评估它相关性 你就会发现 刚才你叠加小的 这个正态分布的时候 它相关性是高的 也就是说 在原来X的基础上 我只有一个小的扰动 所以和原来的X之间的 相关度是高的 但现在呢 如果你加了一个波动 非常大的一个正态分布 在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相关度就变低了 所以这个时候 它是比较高的noise 也就是这种情况下 这个东西 和这个东西之间的相关度 是低的 那实际上我们在实际评价 特征和结果之间的相关度的时候 很有可能 你就把X1的这个项量 直接丢进去了 做一个项量 把Y作为一个项量 拿进来求一个相关度 如果这个相关度比较高的话 我们就留下来 相关度比较低 就不要了 这是对单个特征的处理 过滤型的这个方式 filter的这个方式 我们刚才说了 它是一个一个特征评估的 我们在python里头 SkLearn里面会有一个 会有包给大家去做这个事情 叫selectKBest 然后select the percentile 我们说说这他们的一个区别 selectKBest是指的 我现在总共有4个特征 比如说这有个数据集 这个是非常有名 那个数据集叫Iris 是画半数据集有4类 有4个观测维度 4个特征 我selectKBest 指定K为2 意思是你跟我去评价一下 这4个维度的特征 和最后Y的一个相关度 然后把相关度最高的 两个返还给我 对 所以这个函数 意思就是 在这个X里面 我不管它有多少维 我给你指定一个K以后 你去每一维给我验证一下 它和Y之间的一个相关度 然后把最高的相关度最高的K 给我返还回来 就这意思 然后percentile呢 这个是一个比例 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你指定个数的话 有时候会特别的特别的粗暴 如果它有50个特征 你只取两个的话 那很有 只取相关度最高的两个的话 很有可能就 那你拿到这个特征就没用了 可能它的区分度是非常高 单个特征 区分度非常高 但有一部分有用的信息 就被你刨掉了 所以那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有一个函数叫percentile 这个函数可以帮助我们去拿到百分比 比如你要预留0.5 我就会留下50%的特征 如果你要0.6 它就会留下60%的特征 它会去评估 比如10个特征 如果你设为0.5 在这个里头 selectpercentile这个函数里头 会有一个参数 你设定这个参数是0.5的话 它会留下5个特征 相关度最高的 如果是0.6 它就会留下6个 好 然后我们看看第二类 刚才那个说完了 它的评价方式 过滤型的评价方式 就是一个一个特征看 第二种叫做包裹型 rapper形式的特征选择 它做的方式是什么呢 它把特征选择 看作一个特殊的 自己搜索的过程 大家想想 全部的x 它是一个 n尾的一个向量嘛 对吧 那包裹型在做的事情就是 我从这里头拿取一些维度出来 组成一个子集 对吧 看看这个子集的效果 我们会用模型去评估这个子集的效果 不再是跟刚才 刚才和模型完全没关系 刚才只是评估x和y之间的一个相关度 和模型完全没关系 好 现在的话我们会用模型 我们会去run一个model 评估它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所以呢 我们会 挑最有用的子集 但实际上我们 实际工业界会用的一个方法叫做 地规特征删删除法 叫recurse feature eliminating algorithm 那这个方法是怎么做的呢 注意看 步骤是这样的 我们先会用全量的特征去跑一个模型 就是你有n个特征 对吧 那我不管 全拿过来吧 我们跑一个模型吧 所以就出了一个模型 拿到这个模型之后呢 我们肯定会有一个评估的标准 对吧 比如说点击率预估或者抬区 里面我会用到一个叫auc 这样一个评估的标准 这个标准呢 不细讲了 它是会平衡准确度和照回的 两个维度的一个评估的准则 我们会拿到这样一个值 这个值越高 表明它的效果越好 好 那我现在全量的跑了一个 那我怎么办呢 我会根据线性模型的系数 这个怎么理解呢 我们之前不是有逻辑回归这个算法吗 逻辑回归不是θ1乘以x 1加θ2乘以x2吗 大家想一想 如果前面这个θ大 是不是表明它这个特征 它的决定作用非常大呀 所以呢 我会把这个θ非常小的这一部分特征 是做相关度很小的特征 也就是说总共有100个特征 我会有100个特征就有100个x 对吧 有100个θ 我取出里面最小的5%到10%的θ 对应的这个特征 把它去了 不要它了 留下剩下的90个 我再放到这个模型里面去run一个model 再去评估一个AUC 这个时候呢 如果这90个比刚才这100个 要好 真的是有要好的时候 有时候你删掉的一些造生的一些特征 要好 或者是 不差于它 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没关系 刚才这些说明是弱特征 我不要它了 紧接着呢 它又循环去做一和二 错了 循环做第二步 我在这90的基础上 再删10个或者8个特征 θ 最小的10个或者8个特征 再去跑圆模型 看一看现在AUC的变化呢 直到 看你的评估标准啊 如果是准确率 你就用准确率 如果是AUC 你就用AUC 出现大的下滑 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有50个特征了 你再给它减10个特征 你突然发现减完这10个特征以后 你的AUC 掉特别多 那不行 那说明这10个特征是有用的 你该停了 所以你现在就停在这了 取了50个特征 我们回答一下问题啊 有同学问说实际项目中 往往是先做特征工程 再做 选 在做特征选择 是这样的 一般 一般的步骤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得先确定 我们得明确有哪些特征 我们才知道 要在哪个拳机上去做一个 做一个 做一个删减吗 对吧 去做一个选择吗 所以也确实是这样的 是 是先做特征工程 然后再做特征选择 然后我们来看看说 有同学问到说 这种方法对半监督学习 适用吗 半监督学习的话 之后再提吧 半监督学习的话 其实主要有用的作用 还是前面那部分 就是有外的那部分数据 他只是 没有外的那部分 是翻话出去的 有同学问到 filter那个时间函数 里用的是什么算法 我们只是定义了 一个相关系数 然后会去评估一下 这个相关系数的一个大小 做一个排序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第一种是filter过滤型的 我们是评价单个模 单个特征的一个相关度 而且和模型没有关系 现在第二种是包裹型 自己搜寻 而且它和模型有关系 我们看看包裹型的话 PsychiLearn里头 给的是一个RFE 什么叫RFE 我们看看刚才 我们这个东西的名字 叫什么 Recursive Reficient Eliminating Algorithm RFE 对 就是这样一个算法 这个算法呢 实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会有几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你需要告诉他 我用什么模型来评估 刚才我们这个算法以后 大家不是看到了吗 我们需要一个模型来 需要先跑一个模型 对不对 那这个模型没有说剩点什么模型 所以你要在这告诉他 你说我要用Rogist回归 我要用SVM等等 放在这 第二个是 你 需要选 你需要 拿最后要留下多少 最最少要留下多少个feature 比如说你填50 那可能100个特征 我跑了 我最后 我逐步的删减 删到50个的时候 就停了 然后包裹型的feature 选择特征 我们看看这个地方 有一个 有 大家稍微看一下就知道 这有一部分数据啊 这个叫Boston 就是Boston房价的数据 这个数据呢 我们X就是里头的一些特征 Y就是里面的结果 对吧 就是房子的价格 然后我们会 Names是这个 这些特征的一些名字 紧接着呢 我们用了一个逻辑回归 Linear Regression 去对 你看哦 大家看到RFE 这就是我们刚才那个特征 我们刚才特征选择的那个函数 包裹型的特征选择的那个函数 我们告诉他 我们要用的是逻辑思特回归 我们告诉他 我们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最 一直要重复 直到留下最后一个 对吧 就是我们一直用包裹型的这个方式去求紫节 每次删掉一些特征 删掉一些特征 直到最最多你可以只留下一个 然后我们现在去FIT一下 意思就是 SACLINE里头函数都是这样封装的 FIT就是你可以夜深就是开始跑一下 或者是开始弄一个模型 然后我们把他们之间的一个排序拿出来了 这个排序就是 他们相关度相关度的一个排序 就是我们要最早删掉哪个 最晚删掉哪个 包裹型的特征选择会是会增加计算量 但包裹型的特征选择呢 大家想想我们每次删的时候 我这么跟大家说完 你想想啊 我们刚才有很多特征是怎么得到的呀 是通过特征映射拿到的 对吧 不管是onehotencoding onehot编码还是什么编码得到的 所以它是突然从一个域 比如说价格这个段 价格单价格这个域 我们给它拿到 单price这个域 我们给它拿到一个特别长的项量 对吧 那我们实际上在做特征删减的时候 我们是按域来的 比如说价格 它映射的这个项量长度 可能就有一百位 那我就会直接把这一百位都删掉 我们不会一个一个删啊 那样的话太慢 可以在小数据机上做包裹型的特征选择 可以 好 我们说说第三种 第三种是工业界 反正我之前做的时候 我我我组又在用的方法 叫做嵌入型 这个翻译的不一定很精准啊 叫嵌入型 嵌入型的这个特征选择方式 它是怎么做的呢 大家刚才知道 我我我们上一节课说了 罗基斯特回归的形式是 我们在sigmoid的函数里面 是θ0再加θ1x1 再加θ2x2 再加加加一直加到θnxn 对吧 那我们去念完了之后 每一个特征 x1x2x2xn都会拿到一个传重 对不对 这个这是线性的模型 linear的模型 对吗 线性的模型 相关度 传重的大小 直接能够表征这个东西的特征的一个相关度 所以如果θ非常的小的话 会说明这个东西没有太大的作用 θ大的话作用会比较大 我们会用非常极端的一个正则化的方式 大家还记得正则化吧 昨天说了 L1正则化 这个正则化会有什么样一个作用呢 叫做截断作用 也就是说当你给我的特征非常非常多的时候 我用L1正则化 拿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如果你这个特征 如果你这个特征没有什么用 我告诉你 它的权重直接会拿到零 没有权重 直接会是零 没有权重 只有相关的才会拿到权重 这个方式 这个办法好的方式 好的地方在于说 我比如最早在电商 电商里面如果用逻辑回归 去做CTR预估 等级预估的话 我们当时在3到5亿维的这个系数 3到5亿维的这个特征上 去用L1正则化 最后只会剩下两到三千万的feature 是有权重了 其他权重都是零 如果你用L2正则化的话 是会在E级别 会有权重 它是一个L1正则化 是阶段性效应 就是如果没有什么相关性 我就不要它了 拿到权重就是零 L2正则化是一个缩放效应 也就是最后拿到的权重都会很小 我们看看嵌入型的这个python包 这个包呢 叫做select from model 也就是你给我一个linear的model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地方这个model 我们没有说过 它是svm的一个model 但它是linear的 是线性的 意味着我们不会去做非线性的那些特征的高次的特征的映射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组合映射 我们只在这些特征前面加特征 只对这些特征去做一个线性组合 拿到最后这个模型 但凡是这种线性的模型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叫select from model 这个方法呢 就会根据L1正则化 和这个模型去拿去选出来里头 权重大于零的那些特征 其他的那些特征他就不要了 比如说还是刚才这个数据集叫Iris 大家记得对吧 它的维度是特征的维度是四维 那如果我用一个线性的一个模型 linear的一个模型 我们用的L1正则化 我们用了这样一个函数select from model 然后做完之后 你就发现我们挑出来了三个 我们告诉他这三个是有用的 最后那个用处不太大 不要惨了 没有拿到全种 所以如果大家用python的话 可以用这个 我们在psychlearn里面 feature selection 这个package里头有个函数叫select select from model 然后你配给他一个线性的一个model 比如说linearSVC 比如就是SVM 比如说你配给他一个linearlogistic regression 对吧 linear的逻辑回归 那他就能从里头给你选出来 权重不为零的这些特征 好 今天我们这个特征选择和特征工程 你这个理论讲课的部分就到这 然后我们来咱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开口上有这样一个比赛叫做 城市自行车共享系统使用 使用状况的一个比赛 这个比赛呢是什么样呢 他会提供 他提供了两年内 华华盛顿这个城市两年内按小时的自行车租赁的一个数据 然后这个训练集呢 有每个月的前19天组成 训练集啊 是这个月每个月的前19天组成 测试集呢是20号到之后的所有时间组成 但是20号呢20号之后的这个数据呢 你是拿不到Y的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有19天是告诉你结果的 告诉你这个Y值有多少人租了 然后有20号之后的数据 你自己去你要你要自己去去啊 这个地方说测试集不太不太准确啊 应该是说需要我们去预测的集合 是20号之后的这10天或11天 好 我们来看看啊 我大概的背景是这样的 是你知道国外他们讲求绿色环保吗 所以呃会有一套系统自行车的系统 你可以在这个城在这个地方租了 然后到下一个地方还 呃这个这个数据和这个ipython notebook我回头都会发到群里面 给大家大家不用着急啊 我们我们把这个东西 我们带大家一起把这个东西来看一下 好 大概是这样有个共享系统 然后呢 这份数据是里面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数据 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些为特征维度上去预测 这个小时内会有多少车租出去 会有多少自行车被租出去 好 我们先把数据读进来看看啊 那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包 有同学问这个是什么鬼 这叫pandas 这个包呢 是经常是python里面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数据分析的一个包 它的方 它处理东西的东西处理数据的方式非常直观 有点像一个cell 嗯 我们看看啊 我们把这个数据叫kergo bike competition chain 这个CSV CSV的格式呢 可以用一个cell打开 它有点像一个cell 就是一列一列的数据 我们用pandas把它读进来了 对吧 这个head等于0 这个大家先不用管啊 这些参数意思是意思就是我 我可能会保留一部分头部的信息 然后会把坏掉的这个行就是呃 这个excel里头格格子数不对的这些行 有一些可能会去掉啊 有些参数可能可以去调 我把它读进来了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run一下 我们把它读进来之后 读进去了 我们要看看这个数据长什么样 好headhead这个函数呢 就是我会把前五行拿出来给你看 我们来看看啊 他都有什么东西 daytime大家都知道吧 日期啊 对不对 season season这个 season这个是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季节 告诉我们了 说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一个季节 一个变量 holiday holiday就是这一天是不是节日呢 他们也想到了呀 所以开口这种比赛 我建议大家有机会多去参加一下 因为这个比赛里头数据集 他已经帮你做过很多的数据的一些预处理和清洗等等了 你而且已经构造了一部分特征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说 你看holiday是不是节日这一天 大家可以想到吗 可能放假大家出去玩比较多租个车 对吧 可能国内是租大的车 国外就可能租个小的车了 对吧 好 这个working day意思就是说这一天是不是工作日啊 对大概是意思 weather呢 我们啊这个是我们做了我们一座位映射了 weather weather就是天气 可能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吗 下雨天谁骑自行车呀 下雨天不就淋湿了吗 所以可能会有天晴 可能会有阴天 可能会有下雨天等等啊 我们会有一些数字来表明这个东西 temperature 这个是用的不是摄氏度 是华氏度啊 然后会有些其他的这个是湿度 对吧 然后你看人家考虑了 人家都想到了很多东西啊 这个是那个我们 我们风风速大概是什么样的 这个维度非常有意思啊 就是国外他因为他有一套系统嘛 你租那个车你租自行车 你不是说只有我注册了才能租啊 我自己要临时想租一个也可以对吧 他把这部分人叫做casual 然后这一部分叫做rejustive 就是我注册了 我是我是你们这个自行车协会 这个这个协会的一个会员 然后他这个数据是前面的数据是x 就是特征 后面这三个是y 分别是什么呢 有多少没有注册的人我租了这个车 有多少注册了的人我租了这个车 比如说这一天啊 这不是这一天啊 这是按小时分的 大家仔细如果下课以课后以后 我们把这个传上去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数据集啊 这个是按小时来记的 你看这个是零点 这个是一点 哇居然大半夜的还有人租车啊 会这个是有三大半夜的还有三个三位同学租车 这个这个注册的用户啊 可能国外有一些什么社团这也不太清楚啊 也些然后总共会有16个人去去租了这个车 好我们给大家把这个数据就讲完了 我们会有这么一些维度 我们来看看我们我们已经看了一眼了 这个东西长什么样 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做处理的 首先我们刚才说过了时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对吧 daytime 所以呢我们把daytime切成了日期和时间两部分 这个很好切吧 你看前面这一部分是日期嘛 年月日后面是具体的当天几点时间嘛 好我们所以我们用pandas吧 pandas它非常非常好的地方就在于 它取一一列一列取非常容易 同时呢它它有相应的一些时间处理的函数 你看我们把这个东西读进来了啊 我们用day index这个东西把这一列啊 daytime这一列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一列 读进来了 然后读到这个time里头 我们把它日期读出来嘛 读出来之后怎么办呢 我再开一列 开一个date这一列把它存进去嘛 然后我把时间小诗我也读出来了 我再开一列嘛 开刚才我说的嘛 我们构造的特征不是得加在后面嘛 所以我们开了一个time这一列把它加在后面了嘛 好现在我们这个是我刚才跑完的啊 我们重新跑一遍 我们看看我们加了一个time 然后我们看一眼 sorry 让一下 对需要等一下啊 看我们来现在看一下 你发现有没有我们把它分开了对吧 daytime分成了日期和时间分别在后面 好这没完呢 现在我觉得切的好像不够细啊 那再切一切吧 时间这部分最细的力度好像只到小时 你看你后面这一大串有什么用啊 我们只其实他只到小时 我们就取前面的小时就好了 第一小时第二小时第三小时 对吧 所以我们干脆我们就 你看我把格式读进来了 是不是小时分钟秒 好我把hour读出来 清开了一个字段hour直接把它写进去 跑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data 等一会啊有点慢 好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我们把小时拿出来了 放在这对吧hour 好没问题 然后我们再想一想数据只告诉我们是哪一天 按照一般的逻辑 大家想想是不是周末和工作日出去的人应该不一样啊 周末嘛放假可能呃大家都出去玩 那要绿色环保好可能租个车 对吧 那但是但是呢如果是工作日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么多人放假了 对吧我租车可能是去上班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你看啊 我们就设了一些新的字段 比如说day of weeks 表示是一周的第几天 第几天对吧 第一到第五天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嘛 是工作日 那第六天和第七天可能是周末嘛 我们再设定一个新的别的一个字段啊 叫叫day time 表示这个 你开始租车多久了 因为这个业务呢是从某一天才开始提供的 所以呢我们猜测在欧美这种国家 你看都是大家都是在brainstorming啊 在想这个事情 猜测在欧美这个国家呢 可能这种绿色环保的出行方式 一旦开启了之后可能会迅速的蔓延吧 所以呢 我们于是呢我们又造了两个特征 一个叫day of the week 第几天 这是一周内的第几天 我们是可以通过day time拿到的啊 你看这个这个包pandas非常的好用 用这个函数读出来以后 我们直接读出来 它是这一周的第几天 我们说产出一个星期几的一个特征嘛 然后呢我们又产出一个时间长度的一个变量 刚才我说了 离我开始这样 开始可以租车 开始这个业务多少天了 对吧 我们给了一个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连续值嘛 对吧 我们做了一个减法 这是第一天 可以开始租车第一天 这是现在当前日期 我做了一个减法了 这个s type就是我们把它转成了一个数值啊 ok 然后我们来看看 我们现在刚才说了 我们加了两个特征 我们看看加到后面了没 哎加到后面了 这是星期 哦 注意了 这不是星期五哦 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编编码下标的 所以这是星期六 这个 day day 这是第一天 第一天开始试运营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我们往下看 我们看到最后最后718天 对吧 已经第一 这个业务 这个业务开始已经718天了 好 然后我们 有一个问题是 其实我们刚才做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是brainsomming 我们一直在开脑洞 想这个东西 但但是我们要严谨一点嘛 对吧 不全是猜测嘛 所以 我并不知道真实的日期相关的数据分布 对吧 我们刚才只是猜说周末可能人会多一点 非周末可能人不会多 所以我们来统计一下嘛 我们来统计一下 你看 我group by 这个如果大家写sircle语句的话 会知道group by 我分一下组 day of the week 我把每天都拿出来 然后我统计一下 这个casual字段 大家还记得吧 casual字段是我们刚才说的 说是这个没有注册的这个用户 这部分用户 我们看一下没有注册的用户啊 你会发现 从周一到周五 好像波动不太大对吗 各是百千万 都是在四万左右 波动不算特别大 你发现到周末突然暴涨了 突然暴涨了 涨到了十万和九万 那说明这个 未注册的这部分用户 还真是跟跟工作日和周末有关系 然后呢 这么可以让一下啊 有点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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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我上一步忘记跑了 所以 我上一步忘记跑 所以这个地方他没有拿到那个字段啊 这关系我们跑一下 然后我们拿到了这个结果 然后这是注册用户的 注册用户 我们也跑一下 我们发现注册用户 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是 你发现注册用户 已经注册的这些人 好像周末和平时没有太大区别 对吧 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 呃 那周末如果既然有不同 周末刚才有不同 大家看出来了吧 那我们就再开一列吧 再开一列给星期六 为什么我们只给星期六呢 因为周末就只有两天 对吧 星期六和星期日 不是星期六 就是呃 单独拿一列来给 我们我们周末就有两天 对吧 星期六和星期日 所以我们单开两列 一列是星期六 一列是星期日 很简单 我们先开一列 把这一列所有的制度设为零 先开一列 先设成所有的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 这个制度设为零 然后紧接着我们再把这里头 是第五天 是下标是五 是第六天 星期六的设为一 对吧 我们多加了一个字段 我们再把是下标是六 是星期天的 是一 好 多加了一个字段 OK我们这个东西再跑一下 我们发现拿到了新的数据 我们来看一眼 没错 加到后面了 星期六星期天 你看第一天 他就是星期六 我们再看最后 OK 最后这个两天 数据的最后两天 既不是星期六也不是星期天 他是一个工作日 OK 现在我们发现字段越来越多 对吧 我们刚才在做一个递增的一个过程 不断的做特征工程 加特征的过程 那我现在加完之后 我有一些原始特征不要了呀 字段 我们刚才已经从数时间上解析出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解析出了我们我们这个时间上解析出了很多很多东西都会全从原始时间解析出来了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不要原始时间了 于是我们把这几个字段 day time 时间 count date time 和day of week 都都丢了 掉掉 我们跑一下 大家再看 你就会觉得这个数据清爽多了 对吧 比刚才要短了 我们现在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呢 刚才这些这些天气的特征呢 这些湿度的特征呢 风速啊 我们都留下来了 然后我们只不过多加了一些时间的一些特征 包括这个是呃 小时时间 包括这个呃 星期六星期天 对吧 以及离我这个业务开始开展以后有多少天了 等等一些时间 好 然后拿到这个东西之后该做什么呀 大家看 这是一个pandas的形式啊 pandas是pandas是有点像excel的形式的 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那pandas这个形式呢 我们 在scikit-learn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模型啊 包括我们 我们上节课讲的lib linia 它是不能用这个格式的 那没有关系 不能用这个格式的 我们把它转成矩阵嘛 所以 我们把它读到一个 我们有一个东西叫dict vector riser 就是把这些特征去做一个向量化了 我们来跑一下啊 这个地方 很简单 很简单 你就是你把你要的列拿出来 然后 你呃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 有一个函数 所以我会把这些没有 缺省值 会做一个 踢掉 或者是补权啊 大家回头可以去看这个东西 我拿出来了一些列 然后我对这些列做了一个向量化 就这么简单 紧接着呢 我们来看看向量化之后的这个data feature 啊 这不是向量化啊 这是说我们刚才举出来的一些列 是这样一些列 连续值的列吗 大家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特征里头有连续值和离散值吗 这是连续值 连续值的话我们来看一眼长这样 对吧 然后 我们刚才说了吗 我们对这个离散值做了一个to-dict 以后我们我们把它转成了一个向量 我们看看啊 转成了一个向量之后 它的形式是什么样的 你看他现在就变成一个矩阵了 就是刚才这个格式呢 是我们我们去读文本信息 我们去看解析文本信息 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格式 但我不惯给模型用 不能用这样一个形式 我需要用调用这样一个东西 dict vector 实际上就是把这里头数抠出来了 抠出来了 组了一个矩阵 大概就这样一个矩阵 好了 这个矩阵现在拿到了 然后这是连续值的 我们再来看看离散值吧 离散值 我们刚才把离散值 这是离散值 对吧 包括我们刚才离散化的这些日期 啊 这些季节 好 那 我再 看看 你看 我用刚才这个东西 依旧是这个东西啊 这个 dict vector vector vectorizer 这个相量化的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 处理完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矩阵 做完了吗 没有做完 我们 我们 你仔细去观察 刚才连续值 你会发现每一列的幅度变化好大啊 有一些是十几 有一些到七百多 有一些到 就是八十多 六十多 对吧 我们 需要对它做一个事情 刚才我们 我们略过了这个事情 在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这个东西叫做标准化 标准化的话 标准化的话 我们会对连续值 会把它每一列 因为一列是一个特征嘛 对吧 把每一列 去做一个预处理 预处理之后 它变成了一个 均值为0 方差为1的一组数 规一化 对 规一化呢 我们用赛程中里头的preprocessing 里头的standard scalar就可以做这个东西 又是这个函数啊 它所有的东西都封装成一个函数 叫fit 直接把这个项量 上面这个项量灌进来 fit到这个 这个 规一化了这个scalar以后 然后 你再 你做一个transform 就拿到了 你现在再去看每一列 这是第一列 你看我刚才的第一列 刚才第一列是14 16对吧 你现在就变成了一个 有负 有负的0点多 中间可能有一些正值 他们均值 这一列的均值会是0 方差会是1 然后 其他的列也都一样 不管你刚才会有一些700多 有一些 几十 现在都会是均值为0 方差为1的 1 为什么要标准化呢 因为你不标准化的话 你丢给模型训练 因为你每个维度的幅度不一样 会导致我在做梯度下降的时候 非常的困难 因为梯度 因为梯度下降求解的这个 你的求解到的这个方向那个向量 是由每个维度的方 偏偏导 拿到的对吧 那你可能有些偏导会大 有些偏导会小 这个时候会导致它在 在这个U型的这个 突函数里头下降的时候 会是一个震荡的形式 就是一句话概括就是收敛会慢 同时准确度会低 所以你一定要在灌给它之前 去做一个规计化的处理 然后类别型的编码 刚才没编码呀 我们只是把那些类别拿出来了呀 大家还记得这个东西吗 我们刚才说的one号的encoding 这个就是做one号的编码的 我们有一个函数啊 preprocessing里头 一个one号的encoding encoding 所以呢我们用这个东西 去做对刚才这个类别性的向量 对这个东西 对这个东西 因为weather嘛 我刚才说了大家只看到Eden 我只取了一个head 但这里头会有第二种天气 第三种天气 四种天气啊 季节也会有一二三四四种季节 所以我们对它做了一个one号 encoding 拉成一条一个长的西数向量 你跑一下 你会发现得到了这样一个矩阵 OK 那你现在连续值也处理完了 在这儿 离散值 离散的这个变量也处理完了 在这儿 时间刚才我们自己做过处理了 对吧 我们把它拼一块 然后concat 就是把他们一行一行的组起来 连续值和离散值现在组一块 于是我们拿到了这样一个矩阵 好了 现在这个矩阵的话 最后的特征 前六列呢 都是标准化 我们刚才说了标准化standard 标准化过后的一个连续值特征 后面的列呢 都是编码过后的一个离散特征 那你就拿到了一个 最后我们模型可以用的一个x 终于完成了 拿到了这样一个矩阵 然后 然后你要对结果 对吧 也做一个 其实就是一个格式的一个转换 对吧 我们把它也得做成一个向量啊 所以你把注册和没有注册的这部分 外值 外啊 这个外的值拿出来了 然后我给它转成了一个float型 拿到了一项量 后来你看一下 这个就是每一个小时租出去车的数量 这个是注册的用户 注册的这些用户 一个小时 对这部分用户租出要13辆 32辆 27辆 这个是3辆 8辆 5辆等等 然后 我们现在就拿到了x和y了 至于后面建模的部分呢 我们 我们下节课因为会谈到模型 那部分我们之后再讲 包括模型的用化 我们今天的特征处理就 例子先讲到这儿 这个iPad notebook 一会儿我会上传到群里面 然后大家可以下载 好吧 然后 谢谢大家 今天的课讲时间有点长 因为内容有点多 然后 会担心大家听不懂 所以有些地方放慢了一些速度 这个数据和这个iPad notebook 一会儿我会传到传到我们群里 好吧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